我只是进行了龙族的觉醒仪式 竟然所有的长老尿不湿都尿湿了 所以我获得了四种元素之力的认可 而通常只要觉醒两种 就可以成长为龙王的祖母 所以你这家伙真的是龙族吗 男人本是一个癌症患者 在经过四年的化疗后 还是离开了人世 看着那高低起伏的生命线 最后从归于岭 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 没错 他转生了 看着眼前奇异打扮着男人躺 是赢 可当他看见一旁的镜子后 却是顿时愣 这家伙是谁 该不会是我吧 我转生成龙了 为了接受这个离谱的事情 他苦恼了好几天 不过他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 因为这可是站在大陆巅峰的龙啊 在无数的小说和漫画中没有肉龙 重生为世界上最强的龙族 这感觉还不赖 最重要的是龙族的寿命 使其他种族不可逼你 他们平均都能活一万年 跟上一世相比 这无疑是最好的礼物 此刻他已经笑得何不龙族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将他抱起 而他正是伊罗的父亲 现在我们该去吃饭了 很快伊罗就来到餐桌前 可他现在内心确实非常挣扎 因为他没想到龙族的食物 竟然是这种绵糊糊的东西 这东西真的能吃吗 我伊罗就算是从这里跳下去 也不会吃一口 但是我现在是一条龙 只能入乡随俗了 紧接着伊罗快速将食物放进嘴里 哎呀妈呀 真香 蛋白质是牛肉的六十分 他也没想到龙族的伙食这么好 随后一旁的父亲让他多吃点 这可把他看傻眼 爸爸的眼神好肉脉 闻此他犹如晴天霹雳 爸爸是谁 原来龙族这边只有父亲这个名字 紧接着他灵光一声 既然如此 那以后你就叫我爸爸 快叫爸爸 于是伊罗露出了十分嫌弃的眼神 这家伙难道是傻 不过听他的意思 好像他也是一条龙 好像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随后伊罗缓缓开口 你叫什么 这可把老爸吓起 都过了一个月了 你才想起问父亲的名字 儿子听好吧 你爸爸的名字叫杰尼洛克 因此伊罗顿时愣住 因为他感觉这个名字无比熟悉 该不会是那个 蔑视魔龙杰尼洛克 这下的伊罗尿不湿都尿湿了 此刻他被吓得瑟瑟发抖 随即便离开了这里 因为他要正视一件事情 关于这个幻想世界 他越来越怀疑 很快他就来到了书房 经过他查阅大量的书籍 果然和他的猜想一样 霍华德帝国 这是他死前读过的 网络漫画中出现的帝国名称 所以他不是转生 而是来到了那一部网络漫画里 但眼前的爸爸这么温顺 怎么可能会是魔龙 就在这时他回想起里面的剧情 在傲慢的人类杀死了他的儿子 他就血染了整个大陆 不过他应该有很多个孩子 紧接着伊罗便询问父亲 还有没有哥哥兄弟姐妹 可得到的答案让他冷汗直流 因为他和妻子约定只生一个 也就是说之后也不会 那这就代表的死 就是他自己 没想到有这么多 再见了我的爸爸 我重生了 但是是一个短命的家伙 回到房间的伊罗很是郁闷 因为这结局还是和上一世一样 所以我就应该要认命了 与其无助的等死 倒不如竭尽全力改变自己 因为我命有五不由天 伊罗清楚的记得 杰尼洛克变成魔龙的年族 通过这个就能查出 他死前的时间点 龙历3589年 而现在是3090年 那就是在他498岁到499岁之间 只要我活过这一时间段 是不是就可以改变剧情了 到时候就可以以强大的龙族活下去 哈哈哈哈 画面一转 现在又到了干饭时间 而伊罗的饭量 让父亲也感到震惊 龙族的伙食就少 这一生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肚子 要做一个坚强的干饭品 与此同时 一只黑色的甲虫正悄悄地靠近 随后落在了他准备吃的食物上 见此父亲被直接吓出了本体 儿子快住嘴 危机一巴掌拍了过去 对此伊罗吼是生气 喂喂喂 不要糟蹋我的美食 当杰尼洛克抓到虫子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这个虫子对成年龙没有威力 但对幼龙来说它可是剧毒无比 闻此伊罗顿时心生尿育 所以刚才我差点嘎了是吗 对此他才想到自己不能掉以轻心 画面一转 伊罗正悠闲地探着手上的书子 可他不知道的是危险正悄悄来人 一旁的傀儡士兵突然朝他挥动巨幅 就在他准备看到太难之际 复死一个顺身来到他身前 将傀儡一把捏爆 看来尿不湿带够了也没 谁能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差点死了两次 难不成我身上带有诅咒吗 而接下来的几天证实了他的猜想 在一个晴空万里的早上 他第一次踏出了城堡 就在他以为可以开心的玩耍时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而此刻他内心感到了一丝不安 下一瞬一到闪电静止朝他劈去 所以这又是什么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闪电让他没开耳朵 这下子好了 尿不识都用不上了 万万没想到还有第三大闪电 老天难道真的要嘎人吗 而我的老父亲 只能暴中冰冷的躯体痛 儿子你怎么就没了 画面一转 此刻回到房间的伊罗还心有一计 谁能想到大半天会被闪电连续批三次 想必是原著中的剧情抢过他去死 可离死亡时间还有好几百年 并且还是死在人类手 难道是我现在不想死就是改变剧情吗 醒醒啊 难道我现在死了就不会诞生魔龙了吗 此刻一堆问题让他越来越乱 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因为他需要一些应对之策 那就是要有保护自己的办法 随后他推开了父亲的房门 没错 那就是爹来 于是他直接伸手让爸爸拿出家里的保命装 什么时间杀漏女妖面杀 心之刚通通来一趟 可却被父亲告知现在等级太低无法使 并且还要有相应的属性才行 乖儿子 过几百年就可以学了 可一罗拿出了卖萌术 讨厌 我现在就要学 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 老父亲还是同意了他的情绪 但在此之前他们先要去一个地位 龙族的孩子第一次了解自己的属性都要拜访长老 闻此一罗顿时一愣 但不管如何他终于能修炼魔法 别的不说 叫爸爸真管用 而他此刻也好奇龙族的长老都在哪里 杰尼洛克笑了笑 傻儿子 当然是在天上 下一身老父亲就变成了一条帅气的男人 见此一罗两眼放光 我以后也能这么帅吗 随后他怀着忐忑的心爬上老父亲的手上 杰尼洛克一个顺身就来到了天空中 没想到飞了半天还没到头 待杰尼洛克穿过云层 我们就来到了太空外面 所以龙族的长老都在外太空 而这就是龙族的圣地银花城 片刻之后我便来到了宫殿内 随后杰尼洛克向桑德拉给予了问候 他是元老及古龙的首领 而一罗也慌慌张张地向他们行 见此帕穆斯很是满 没想到已经过去623年 随后在两人的对话中 一罗得知了他就是姨 此刻我露出了一脸崇拜的目光 原来我的爷爷这么帅气的 这可把帕穆斯听得泛起了泡泡茶 那是当然 也不看是谁的爷爷 这可羡慕了一旁的元老 紧接着大元老示意杰尼洛克 现在孩子还想学习魔法是不是太早 再得知了是一罗自己提出的帕穆斯刀性坏 真不愧是我的孙子 我家伙你就嘚死了 随后元老便让一罗站到中间 伴随着元老们发动自己的人素之 无以元素之神的名誉 请聆听我的召唤 此刻一罗感受到各种不同的属性 在元老的指引下 他第一个就获得了时间元素的认可 文此杰尼洛克顿时吓一跳 因为非自然属性一般比自然属性强 就在这时 帕穆斯手上的力量元素也有了反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没想到我的孙子拥有双重属性 我还没等他说完 莲华元老的空间元素也有了反 这让大元老都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只有超级龙王凯瑟斯 和暗非龙王罗特贝利亚拥有三种元素 想必这孩子将会改写新的历史 而此刻另一名长老慌慌张张的事宜重人 大家还漏了一个精神之力 此刻的一罗还在开心的与元素之力玩水 嘿嘿都是我的好宝贝 就在这时他发现大家怎么都不说话 当他抬头看去发现所有的元老都瞪大了双眼 所以你小子真的是龙族吗 见此一罗顿时愣住 这是什么情况 能让那群长老露出那样的表情 想必这是一种打破平衡的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部作品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自己解决吗 但拥有这么好的才能有什么用呢 我还没长大说不定就尬了 不过还是有希望低 虽然经历危机是事实 但同时也是机会 只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奥利 勇敢的龙龙不怕困难 更重要的是 他不是原作里的罗伊 并且还对漫画剧情有了大概了解 现在让一罗困惑的是 魔法技巧诀窍和自身属性技术 先熟悉哪些比较有利于生存 思考片刻他决定同时开始 毕竟这个身体是极法力祝福于一身的龙 而且同时具备了四重属性 就在他准备开始学习的时候 没想到干饭时间又到了 作为最强干饭龙 干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 虽然这些灵药都是非凡的存在 如果普通人随便吃就容易暴体而老 龙的身体拥有自然法力 可以转化为自身的属性 这一切都与龙之心有关 一罗此刻只想好好干饭才能变得强 没想到吃饭还会累人 画面一转 就在一罗睡觉时 他的上方突然出现一个空间碎的 随后一把叉子凭空出现在房间里 第二天一罗起床时却突然摔倒 并且那把叉子就立在他摔倒地 这可吓得他冷汗直流 这是什么荒唐的死 看来以后要更加小心才行 没想到又到了干饭时间 可就在他吃饭时他的眼睛一黑 当他再次睁眼却出现在了床上 这让一罗感到非常奇怪 感觉记忆短片了一样 并且玩偶也修好了 随后他慌慌张张地找到杰尼洛克 并诉说了这些奇怪的事 文慈老父亲也是一乱 便示意一罗不用紧张 因为这是每条龙都要经历的睡眠期 龙的一生要经历两次 而你第一次睡眠期要到 一般也就沉睡个一百年子 文慈一罗顿时啥意 睡觉要一百年 这简直是在耍稳 对此他很是抗拒 因为留给他学习的时间本来就不多 为了让自己保持亲戚 他决定列出容易睡觉的事情 可没想到坚持几天已经困得不行 当他再次拿起书本时 眼前却是突然一黑 一罗你要坚持住啊 可他再次睁眼发现老父亲已经在他身旁 这让一罗很是疑忽 我只是打了一个赌 可杰尼洛克却告诉他 今天是他第一百岁生日 文慈一罗目瞪口呆 原来就在此前 一罗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见此杰尼洛克只能把他抱回房间 但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一罗的房间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了倒大 就感觉有人故意破坏的影响 为了保护一罗平安度过睡眠期 杰尼洛克牺牲兽员 一直保护了他整整六十年 随后他开始调查这一切的事情 但都没有任何嫌疏 为此他毁灭了一切会对一罗造成伤害的事情 并且跟帕穆斯诉说了所有的事情 帕穆斯示意他不用太担心 因为天才的成长总是伴随着灾难 但不管是神明还是恶物 杰尼洛克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的 画面一整 一罗看着镜子中帅气的自己 发现确实长高了一点点 可让他好奇的是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活吗 毕竟他可是足足睡了一百年 难道我睡觉的时候他不动我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绪 但不管如何自己还是活下来 与此同时 他也注意到了爸爸看起来消瘦虚 想想自己确实让他挺操心的 从现在开始做个听话的好心人吧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百年 一罗终于有足够的魔力支持他变成人形 就在他练习的时候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是一只星光精灵 原来就在一罗的休眠期结束的时候 杰尼洛克就给他送了一份领 可没想到从里面蹦出一个醒 这可把一罗吓一体 在本能的反应下他被顺势抽飞出去 因为当时他还以为是一只大苍蝇 而见到龙族精灵也是非常荣幸地介绍自己 从他口中得知精灵一生最大的想法 就是侍奉龙族 为此他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服饰 只为能够展现自己 这可把一罗听得疑乱 难道要把活着的精灵当玩偶吗 对此他很是抗拒 并要求杰尼洛克将他送回去 却不料分恩死死地抓住他的尾巴 恳求让他留下 没办法 所以一罗只能暂时将他留下 不过他们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 空间魔法可以收纳任何东西 让一罗随时随地填饱肚子 却感觉还不赖 与此同时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一罗也没想到他又来了 但他却没有感到丝毫无论 因为他有这个可以吸收雷元素的事 并且还能让他转化为终极元素时 现在又获得了一颗中品 就在一罗拆下时 没想到贼老天还留了一手 只不幸好一罗还修炼了魔法 活下去的希望 我转身成龙了 一条身患绝症的龙 但可不要想起 因为我可是觉醒了四种元素之旅 连那些上万岁的老家伙都只能干凳 虽然才刚刚来到龙族 但我还是得趴一下龙族的火事 只能说 真相 就在这时 他发现老父亲好像有什么了不得的心思 原来是库尔达克元老这次要退役 这让一罗很是疑惑 老爸为什么要去银花城 杰尼洛克挠了挠挠来 我可能要去接替他的位置 对此一罗竖起了大拇指 我老爸真的很有能力 在过去的岁月里 不断修炼成长的不只是一罗一个人 杰尼洛克更是达到龙族无法超越的境界 这种程度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最终宝 在这恶语魔两种元素之力的加持下 最后让他成为了最强的暗非魔龙 但这次不会发生那种事 与此同时 老父亲确实欲言又止 这让一罗摸不着头脑 原来在他阶梯长老位置后就不能回家 一般有抚养孩子的龙会排除在外 但奈何杰尼洛克是出众的后选 并且要担任十年之旧 文此一罗也是一乐 什么啊 才十年 您就放心的去 打个瞌睡就过了 我还以为要花几百年才会的 现在才十年了 文此老父亲伤痛 我儿子不要我 你不会是期待我扑着缠着你不走 老父亲笑了笑 哈哈哈哈 尴尬了 怎么会 你真的不挽留我一下吗 见此一罗轻叹一声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画面一转 老父亲就要前往银发城 于是就叮嘱他要好好吃饭休息 可一罗却是受不了 因为他一件事情已经说了一个小时 再不去就要迟到 紧接着老父亲拿出来一个小包 这是一个通信宝石 只要一罗往里面注入魔力 就可以和他通话 见此一罗两眼放光 这听起来像是个不错的宝 那应该也能联系到银发城 文此老父亲立马傻眼 嘿嘿 好像可以吧 一罗顿时无语 片刻之后杰尼洛克缓缓煽动是吧 而在空中他还不忘叮嘱一罗 好儿子 记得想你爸爸 一罗轻叹一声 我就说他像一个傻子 整整六十年 他知道老父亲很厉害 所以他想要赶紧变得强大钱 但现在是不是意味着 他今后只有一个人 对此他很是开心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他这里迎来了两个宝荡 而芬恩就惨了 被两人挣来夺取 最后还是一罗出手将他救下 他们本是一对双胞胎子 但总是一见面就掐掐 姐姐名叫卡 弟弟名叫夏娜 他们的父亲一样被选中 接替长老位置 对此一罗也很是无奈 他们是隔壁山头的邻居 但同时姐弟梁也是一个话 可爱死那种 这哪里是过来陪伴 分明就是送了一对羞辱 一罗一句话没说完 他们已经炮风了十句 无论如何 我们是怕罗伊孤单才来玩的 太坏了 紧接着夏娜拿出来 他带过来的玩具 见死一罗顿时傻眼 这哪里是玩具 分明就是宝贝 随即一个顺身就拿走了 而他对此很是好奇 这真的是你们的玩具 原来这是他们从仓库拿出来 对此一罗很是怀疑 真的得到卡洛斯叔叔的许可 我两人的表情已经出卖他 被我猜到了吧 一罗看着手上的魔剑 上面的空间之力 竟然是他的好景 并且上面还有一个魔法阵 看样子是魔法回路出了问题 虽然分恩也会空间魔法 但对此也束手无测 因为阵法比他的魔法 还要高几个等级 从等级上看里面 似乎有很大空间 闻此一罗节节节的笑起 但想必里面 会有了不得的补法 画面一转 经过一下午的修复 魔剑的阵法终于修复 姐弟俩也很是期待 伴随着一罗注入魔力 一个传送空间赫然出现 并且入口越来越大 下一瞬 他们全部进入到空间中 没想到魔剑 还与这个煽动链接在一起 可就在这时 魔剑的宝石传来一阵轰鸣声 随后应声碎裂 剑刺三人直接傻眼 完蛋了 下那凹头大哭起 一罗毁了我的魔剑 爸爸发现了会揍我 紧接着一罗便询问卡尼 会不会使用这点魔剑 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使 只知道这是他曾祖母 没办法 现在宝石坏了 所以他只能寻找其他出路 片刻之后 他们很快来到洞口的尽头 可没想到被冰墙堵住了 但这可难不倒 伴随着一罗凝聚魔剑 这次一下子就被杀害了 他们却是被眼前的景象愣住 没想到是一座巨大的冰山 而冰山是只有在大陆的 最东部地区才有 也就是说 他们来到了距离 龙族千里之外的地方 声不逢其 这回老天真的要嘎了五龙二天 想必叫跌来也没用了 原来就在一罗修好了 空间法阵之后 没想到直接被传送到了大陆的最东部 因为这个世界的设定是四个大陆病毒 各个大陆常年保持着相同的气候 春季大陆全年气候温暖 夏季大陆热带气候烈日炎炎 秋季大陆的气候比较凉手 最后是寒风凛冽气候恶劣的冬季大陆 而龙族居住的是位于春季大陆的高山上 一罗更加确信了他们现在的位置 这下子好了回不去了 勇敢的龙龙不怕困难 可一罗的内心还是十分崩溃 而后面的两人还在叽叽歪歪 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就算是会飞在这里也行不同 因为这里的雾气会阻挡我们的事情 现在光是呼吸就足以让人闯过气了 等会 要是被爸爸知道我失踪了会怎么办 说不定会买时间 然后变成一条魔龙吧 一罗猜到以杰尼洛克的性格肯定会内容 就在这时他想到了口袋里的通信保持 但任凭他如何呼喊也没有得到 完蛋 看来是距离太远了 随后一罗询问精灵直接穿过东部的海峡会怎么办 魂死芬恩果断地拒绝他这个题 因为这两个大陆之间的海域已经被魔无人了 面盘踞着各种强大无比的魔物 就算是成年龙也只能避而远之 而一罗也好奇从大陆回去要多久 经过芬恩的计算 大概也就十年左右 一罗思考片刻 说不定能在老爸回来之前赶到家 紧接着他跟姐弟俩说明了现在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在十年内赶回去 但我们不能用飞行 因为被人类发现的话有可能会被抓走 所以我们只能不行走十年才能到家 夏娜对此很适应 十年内回不去会怎么样 一罗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爸爸们回去没有看到 他们就会把大陆变成不忘 魂死两人顿时愣住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罗才想到这些家伙可是 看来要换一个说法才行 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回去 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也许卡洛斯叔叔一百年内不仅不满零食 连玩具也不满 魂死两人内心开始光了 比起大陆的安宁你们的零食和玩具更重 随后一罗示意两人 接下来由他当队长 可没想到两人却抢得要当 队长需要足够的才华才行 可他们却以一罗比他们小为由拒绝了提议 实际上一罗只比他们小为了 按人类的时间换算 他只不过是晚了一个小时 为此三龙开始为队长职位打起 这可把精灵凑无疑了 看来十年不一定走多了 经过和平的探讨之后 最终由一罗担任队长 芬恩担任辅佐官 塔尼是副队长 而夏娜则是副队长 光胆小队就此成立 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他又有了 可一旁的姐弟却是两眼放光 一股脑就爆了上去 这两个家伙当自己是疯到龙王吗 还想要免费的电影 没办法 只能任由他们了 看着雷声越来越大 一罗几人已经做好了准 就在他们以为可以享受苏麻的按摩室 没想到等了个计划 按理来说闪电不会打别人 一罗万万没想到贼老天学聪明 突然他听到远处传来震动时 在他抬头看去 没想到是雷电引起的血弱 见此他只能拎着这两个倒霉蛋逃跑 但以他们目前的速度根本无法逃避 该死了 只能使用它 紧接着一罗便开始了空间隔离魔法 但还是被大雪击飞了出去 只有这两个火宝还跟个没事人一样 画面一准 热情的雪花终于冷静下 随后一罗便从雪中窜出 狗贼蛋 不过是两朵小雪花 你想打人我偏不让你无怨 而身后的导弹鬼却还想要来一次 这可把一罗愣走 反手就是一个左手右手慢动 本小龙还想多活几百年 而两人只能委屈八八五的脑 待一罗回过神来 没想到现在连路也看不见 于是姐弟俩提议先在这里玩一阵子 紧接着下那边一头扎进雪里 见此卡尼也紧随其后 一罗无奈地摇了摇头 带着这两个脱油瓶要走到什么时候 就在他呼喊两人时却没得到任何回应 见此他只能上前查 突然一阵失重感涌上心头 随后静止朝洞口下坠 没想到这里会隐藏这么深的暗地 很快一罗就划到了进入 可没想到等待他的不是地面 而是一个悬崖 这下子糟了 就在这时 有两条小龙拖住了他的双脚 尽管一罗安全地回到了地面 但他的魂已经丢了一本 崩的一声姐弟俩再次变成人形 这两个家伙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等一罗回过神来 发现这里不是自然形成的洞穴 对此他很是疑惑 因为他第一次来这里 但感觉却一点也不陌生 就好像是在哪里见面 看来只能先找出口 听到找出口 姐弟俩争先恐后的选择位置 但很快他们就停下了争场 随后只见妮卡指着前面的门口 但一罗顺着方向看去 没想到里面还有一群身穿铠甲的士兵 而士兵见到入侵者后 也是突然驳过来 完蛋 现在烧刀箱还来得及吗 见过真正的恶龙咆哮吗 没错 就是这个 好吧 在一罗转身成龙后 终于迎来了刷副本变强的道路 而这些刚刚苏醒的傀儡 就是第一关 见死下那很是一国 这些就是书上说的人类吗 卡尼没想到人类的眼睛还会发出魂光 就在这时 一罗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难不成这些是寒冰战士 在原作故事开始之前 据传拯救世界于危机的英雄王 盖伦德马西亚 他的灵墓就是寒冰守护 一罗很是庆幸 真的会有这么强 如果真是英雄灵墓 那原作里出现的东西不也在这里 就在这时分温打断了一罗 因为这些傀儡要对他们发起进攻 副队长和副副队长做好准 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 下一瞬两人一个弹射朝士兵袭去 别看他们人出无害的样子 生要打起架来比谁都猛 只见下那使出一击踏前者 随后手中的藏剑静直朝傀儡的威胁 这人类的兵器怎么可能比得过龙族的宝 伴随着剑光伐步 傀儡便应声碎裂了 没想到手杀被弟弟抢 卡尼很是不服气 紧接着他的眼神变得锐利 一击双剑滑斩朝傀儡吸取 弟弟是弟弟 一罗也没想到这两个家伙的表现还不赖 看起来他们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游手好险 因为这些傀儡相当于二级战士的实力 看着源源不断的傀儡 一罗打算加快清理的速度 下一瞬一道时间魔法从他手上是否 并全部缠绕在傀儡的剧服上 被时间魔法加以限制后 傀儡怎么也挥不动手上的嘴 两人知道是一罗出手了 下那明白一罗的意思 随即加快了速度 不知道这是谁的故习 仅如此凶猛 仅仅是一个转眼的世界 傀儡就剩下最后一个 这可把傀儡看傻眼 我们不要面子了 伴随着见光伐 该结束了 看着地上遍地的残海 可两人感觉还没有完够 见此一罗示意他们不用担心 因为接下来带他们去更好玩的地方 文慈姐弟俩一下子来了兴趣 画面一种 只见一罗正悠闲的品尝甜点 两人的表现把精灵都看得一乱 这些家伙真的是小孩 而身后的一罗则是负责给他们提醒 不管是突然来袭的案件 还有 上面掉下来的巨幅 就连朝着回廊撵过来的巨石 一罗也精准预测到 这再次刷新了分温对龙的认知 果然不能用年龄评判一条龙的实力 而他也非常好奇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当他从一罗口中得知后 也是非常震惊 真的是那个英雄之王盖伦德马西亚吗 一罗给予了肯定 英雄之王就埋藏在这里 这些兵傀儡就是这么 只要把这里通关 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人做出器位培养主人公队伍能力之而设定的场所 也就是新手奖励 这些机关还没有被破坏 所以他肯定这里的宝物孩子 我的副队长 准备进行下一场战斗 很快几人便来到了下一个关系 看对这个奇怪的地方 姐弟俩也很是好奇 一罗也猜到了这里就是最后一个关系 这里有十只奥拉夫 如果是这样 那么只要通关前面那扇门里面就是英雄之墓 还没等一罗开口 姐弟俩已经做好了战斗准 果然是有着龙族血脉的家伙 面对强大的敌人也毫不畏惧 龙这个生命体天生就注定要登上顶峰 再得到一罗的允血 姐弟俩便发起了进攻 而一罗则是在后方输出 在三人的配合下 这些奥拉夫没有丝毫的还手着 精灵只能尴尬的笑起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吗 经此一战 两个活宝才感到心满意子 而一罗已经迫不及待了 嘿嘿 都是我的宝贝 伴随着大门缓缓推开 里面果然遍地都是财宝 见此下那两眼放光 因为这比他父亲的宝贝还要多 随其一头扎入金币的寒玉中 在大家都在感叹发财时 只有一罗不为所动 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英雄之王盖伦 本是无比强大的伦子 可在这个人类面前 却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只因眼前的男人是涕零的存在 英雄之王盖伦 德马西亚 在一罗通关所有关卡后 他终于见到英雄之王盖伦 精灵也没想到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 他的样貌还跟佛人一样 与此同时 一罗注意到兵墙上有一行字 居然是是远古时代的文字 上面记录了那个时代结束的过程 天地诞生了光明与黑暗的创造 并将它们称之为善语 但他们都是极其高傲的 每次爆发战争 他们都不会在意 想描想的声音 最后在人类的代表 人类将剑指向了那些 以神明自居的家务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龙族和人类最终取得了圣诞 但盖伦却给世界留下了一句解释 当龙族再次出现在人类的誓言 就是善语罗重新降临的时候 见此一罗也是顿时愣的 龙族中真的有这样的设定 没想到还藏了一首隐藏剧情 但现在这些已经不是重要 随后一罗将目光看向地上的书籍 盖伦的毕生所学都记录在上面 一个以人类之躯达到主级的天子 而原著中的主人公孔德里克 成为最强者的事靠 现在他获得这个 就算放弃所有的宝物 他也觉得无所 但这么多金币放在这里也是怪兔鞋 还是拿一些以为不实之虚 可就在这时 一罗却察觉到身后团案一朵 当他回头看死 没想到盖伦的冰块正出现猎 下一顿竟然直接碎裂 见此一罗顿感灭 英雄之王苏醒 但原著中可没有这些剧情 这让姐弟俩也感到害怕起 当从一罗口中得知是英雄之王后 顿时被吓一天 难道是传说中的那个盖伦 紧接着一罗示意两人赶紧挺 可还没等几人反应过 盖伦已经开始挥动手中的剧剑 但此刻一罗的身体却无法动作 这就是满级的实力力 该死的 只能用尽全力拼一把 下一顿 只见一股强大的能量 快速地向他手上汇集 而英雄之王手中的剑也顺势挥响 但随着一罗制出能量 攻击尽直穿透了盖伦的身体 成功了吗 可盖伦的剑气却没有停下 而是直朝一罗劈取 爆发的气势足以毁天灭地 平整的地面煞时间变得破烂了 当烟雾慢慢退去 没想到只留下了一条巨大的横弓 这让精灵感到十分崩溃 因为他以为一罗被杀死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攻击到来之际 一罗也感觉自己不大 可片刻之后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任何伤 见此分温悬着的心才得以落下 一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戟人回过神来 发现整个洞阻已经被盖伦的大把剑劈砍 这可把一罗看傻眼 人类真的能达到这种高度 与此同时他注意到盖伦的双手 好像是他故意改变了攻击的反省 随后他手里的剑劲直掉了 并示意几人赶紧离开 这在他消散之际 让一罗小心魔鬼 可一罗却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看着洞穴准备摊他 他也来不及多行 随即变化成了龙情 而一旁的姐弟俩还没缓 一罗示意两人赶紧变身 随后三条小龙直奔摊他的洞穴 但前面还有很多巨大的冰块阻挡了去 便此一罗随即凝聚魔法 逃冰块昏去 就在洞口被覆盖至极 几人成功地逃离了出来 逃喜总算是逃出来 一罗也没想到英雄之王为什么没有杀他 如果刚才没有改变方向 想必他们已经死一半了 并且刚才他好像是说了什么 但声音断断续续 不过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心 而且盖伦的修炼功法也拿到什么 就在这时 分恩打断了 因为那两个佛宝好像状态不 画面一种 几人便回到了地面 姐弟俩还在阴阴阴地流泪 一罗也知道他们肯定是被吓到 毕竟连他现在还心有余悸 紧接着他便拿了两个灵魂安慰他 因为他们的魔力都好光了 这也是一罗转生第一次把魔力用紧 吃饱之后当然是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就在一罗躺下之际 两个火宝就钻了过去 晚安马卡巴卡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姐弟俩再次恢复了网约的笑容 并开心地打起了雪招 就好像昨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样 不得不说龙的心态真好 与此同时一罗也感到奇怪 像这样的地方一般来说都会有怪物出目 并且在这种极寒天气 他们会出来觅食猜 现在一只也没发现 闻此精灵也是一愣 因为主人身上有龙族的气息 在强大的怪兽也没有胆子靠近 原来是这个原因 就在这时下那打断了他 因为他看到山头对面冒起了一面 于是几人便打算前往查看 可当一罗赶到时却是一点惊论 因为这个村庄好像遇到了袭击 当一罗前往寻找 却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 看着地上的猛兽 他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 就在他们准备休息的时候 却听到后方传来马蹄声 见此一罗一把将姐弟俩拖走 随后便躲在一旁的角落 因为他知道突然出现 转折一般都会有死亡 从此两人一脸呆愣 Fly能吃吗 希望这些人能快点过去 紧接着一个男人便从马车上下 他正是此地的领主 看见如此凄惨的景象 领主示意夫人不要出来 但他还是拖着生病的身体走出来 作为领地的女主 我有义务去安慰他们的领主 看到眼前的景象 让他想到了已经失去了 紧接着夫人便询问 还有没有心存者 统领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些猛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发生了暴走 现场无异人声 可就在这时 地旁传来异常的声音 这可把一罗看得一愣 没想到夏娜打嗝的动静会这么 下一瞬士兵便把他们包围 该死了 就知道会有变态 紧接着统领便示意躲在后面的人处 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随后他便挥出了一道剑气 一罗身后的木板应声碎裂 而金鸣也有意思 被击飞出去 但统领却是一脸慌张 因为他没想到后面躲得的是三个海 就在这时 一罗突然想到什么 飞机嚎啕大哭起 这可把两人看傻眼 现在是什么情况 紧接着一罗用眼神示意两人 而两人也是心领神会 很快就明白一罗的意思 当时就哇哇哇地哭起 这谁看见了不会心软 伯爵夫人便上前将他们抱在怀里 看来两人平时没少演戏 都可以提奥斯卡小惊人 于是伯爵夫人提议先把他们带回伯爵府 伯爵也同意了他的谈 毕竟几个小孩也无法独自生存 闻此一罗也是一乐 他们不会真的要把我们带回去 画面一转 一罗几人便出现在伯爵夫人 本来想假装糊弄过去 他也没想到这两个家伙演技会这么好 并且伯爵夫人也是两个好心肠的人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就在这时 一股热水突然就打在了他的脸上 这两个活宝真的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完结 真羡慕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片刻之后 几人便重新换好了新的衣服 而伯爵夫人已经被他们准备好了美食 一边 奋恩正顺着方向寻找一罗的气息 很快他就找到了位置 画面一转 就在一罗起来查看时 却听到了伯爵夫妇的对付 而他也是从两人口中 得知了他们失去孩子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他对我们这么好的原因 可接下来的话让一罗不知所措 因为伯爵夫人想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他还随手炼制的钥匙 其让小镇的出生率达到了历史新高 主因这是一种能让铁树开花的钥匙 就算是两根钢筋也能让他们缠在一起 而精灵却把他撒在了所有的食物上 那一晚小镇彻夜未明 就在一罗几人被带回伯爵夫时 却不料伯爵夫人想把他们收养了 而伯爵家族是冬季大陆最强的家族之一 成为他们的养子 也就是说他一瞬间就成了这个国家的核心人物 想必伯爵也很为难这件事情 看来是伯爵夫人对失去孩子的执念态势 得想个办法在事情变得更麻烦之前离开 就在这时 一罗听到窗外传来动静 当他看去没想到是分恩 随后他讲述了在路上遇到了一点小事情 但好在有惊无形 就在他示意一罗可以离开时 一罗却表示多留几天 闻此精灵很是疑惑 原来一罗得知伯爵夫妇的情况后 想要帮他们一把 毕竟他们对我们这么好 直接走了实在是过意不去 随后精灵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因为龙族很重视第一次的原则 而一罗几人也是第一次遇到他们 倒不如给他们送一个孩子 这样事情就解决了 一罗挠了挠脑袋 小孩哪有这么容易生出来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送小孩也不是非要献在给他们 只要他们有了孩子事情就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开始实行计划 画面一准 姐弟俩就找到了伯爵夫人 而他们则是负责陪夫人玩水 相信他们可以做到 很快一罗就前往另一地 因为伯爵看起来比较严肃 所以由他父子 伯爵也没想到眼前的孩子一点也不怕 感觉就像他失去的孩子一样 而他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片词两人也是非常感动 因为他们很久没有看到伯爵这么开心 画面一准 一罗正整理今天收集的情报 而这是为了了解伯爵与夫人的接触世界 可卡尼对此非常疑惑 他们今天的任务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 一罗自信地摇了摇头 你们还小肯定不会懂 因为伯爵夫妇失去孩子后就变得疏远了 所以我们需要拉近他们的距离 让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 然后自然而然地创造历史 这刻把两人听得一愣 为什么要晚上写历史 紧接着一罗拿出了一把书籍 一千种魔药炼制手册 原来就在此前 一罗在研究提高灵药效果的方法时 偶然在老父亲房间发现了它 但被他教训了一度 没想到现在还能派上用者 为关系疏远的夫妻准备的秘密 只需要几滴就能让火苗熊熊燃烧 成功的几率达到百分之 紧接着一罗便打开了一个秘密空间 接下来就可以炼制魔药了 画面一准 在魔药炼制好后 一罗便把任务交给分文 而一罗让他紧急 只需要在伯爵夫妇吃的食物上 撒上几滴即可 可精灵来到厨房却犯了难 因为他也不清楚哪些食物是伯爵夫妇 随后他灵光一审 那就给所有的食物死 不管是蔬菜水 还是粮食面 甚至连水源他也撒上半瓶 嘿嘿 任务完成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一罗在哪里都能听到幸福的笑声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偷偷躲在房间后面查看情况 伯爵夫妇也不知为了 今天的天气格外燥热 就连心跳也加快 在伯爵打破格河后 两人再次恢复了以往的甜蜜 正在门外的一罗很失脉 看来计划很成功 就在这时两个导弹鬼也走过 这可把一罗吓一跳 为了不影响伯爵夫妇 他当即就脱走了姐妹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女仆们惊慌失措地翻找房间 在夫人得知是孩子不见之后 是紧张 就推开了房间大门 就在这时女仆发现了桌面上留下的信件 当夫人打开这封信件时 我们已经离开了 俗话说有据有散 我们也踏上了我们的旅 这一段时间感谢你的照 愿你能从失去儿子的悲伤中走出来 相信两位一定会遇到一段新的缘分 秦李香对待我们一样疼爱新的生命 伯爵夫人也没想到他们什么都知道 但是她对这个新生命很适宜 画面一转来到几周后 医生对伯爵夫妇给予了祝福 因为她现在有了新的孩子 伯爵对此很是高兴 就在这时夫人想到了一罗留下的信件 她说的新生命就是指这个 难道他们是神明派下来的天使 伯爵为了庆祝这件事情 于是她决定分享这次的喜悦 给城镇所有的居民分发食物 而正是那一名 国家的出生率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这一切的起因正是因为一只貌似鬼的食物 但这也给这个国家送上了一份大的 另一边 两个佛宝对一路上的事情很是开心 只有一罗正担心着要如何才能更快地回去 按照这样的进程 他们怕是十年等的回去 如果想要加快时间 他们需要一个跨越大陆的办法才行 就在这时 姐弟俩还想抓几只怪兽网 但一罗示意两人不用找了 因为他们身上有龙的气息 几人还没到怪物就已经被吓跑 于是两人想到了山贼 闻此一罗也是一愣 就算是有他们也不会跳出来 除非是从雪里爬出 下一瞬果然从雪地蹦出几个矛盾 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这就是flag吗 果然灵验 这可把一罗看杀也不会吧 说来就来 原来这几个山贼在这里蹲了很久 听到有声音才跳出来 但没想到是几个小孩 就在这时 一旁的小弟示意可以把他们抓起来唤起 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像是富贵人家 领头的也觉得有道理 随即就让小弟上前把几人抓住 而此刻一罗内心却是在狂喜 这样就能把他们的大本营一锅端 两个导弹鬼也觉得这个提议 于是一罗立马举手投降 我们会乖乖地跟你们走 这直接把山贼准备会 画面一转 几人便踏上返回山寨的路上 可小弟却感到很不对劲 因为这几个小孩没有感到一点害怕 反倒是像是在游玩一样 片刻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贼的大本 看上去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 姐弟俩对此很是期待 而一罗也察觉到这个洞府的事后 是特别 这真的是一个山贼洞府 见此后面的小弟非常得意 因为这是他们老大亲自雕刻 可就在这时独眼去打断了他 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外出 随后几人便被关进了铁牢之中 看着胖子慢慢离去 一罗才敢让精灵出来 紧接着他便让分文去检查他们的房间 而姐弟俩却感到非常无聊 一罗示意他们不用担心 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好玩的事情 想必山贼仓库有很多宝贝 画面一转 独眼正向他们投怒 帕布罗汇报抓住到几个小孩的事情 他们的身价绝对可以赚很多钱 帕布罗很吃买 随即便前往查看他的小财主 他仔细地打量着鸡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 他确信这些孩子是附加子 而一罗看到首领也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从他的魔力流动来看 他至少是一个等级三的战士 拥有这种力量 不可能会选择当一名山贼戚 而帕布罗被一罗看着 却感到浑身发热 就好像被一个恐怖的怪物人视成 随后一罗便上前询问他的名字 可帕布罗的身体好像不受控制了一名 竟直接脱口而出了 人倒是自己讨冒了吗 而此刻的一罗却是两眼放光 嘿嘿 看来抓到了一个冤大人 就在他离开之际身体还瑟瑟发达 一罗还不忘和他打招呼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 在帕布罗离开之后精灵也探走 他却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因为这些山贼穷的叮当响 没饿死就已经不错了 闻此一罗很是失望 看来这回运气不好 不过人也算是一种财产 随即便打算去挥挥这几个家伙 而孙恩则留在这里看着这两个头弹 紧接着一罗缓缓将手放在布栏上 一掰钢筋就断裂了 冤带头们 我来了 本是拿锤子的约德尔 而他却是一个两米八的大高 只因他误实了一种奇怪的果实 因此突破了约德尔身高陷阱的血脉 就在一罗见到山贼首领之后 一罗就知道他找到了一个冤大人 因为他的气息让一罗无比熟悉 与此同时 回到房间的帕布罗很适应 见到那个小孩后 他浑身就不舒服 就像面对着无法与之抗衡的怪物 身体不由地发抖 但强大的帕布罗怎么可能会让小姑点下 想必是自己没睡好的原因 可就在这时 耳边突然传来小孩的声音 如今把帕布罗的闪现吓出来 这让他很适应 你怎么能跑出来了呢 紧接着一罗便上前嗅了嗅 吓得他马上拎起了大锤 一罗也更加确定他的身份 帕布罗也没想到眼前的小孩竟然不怕他 随后他便示意给一罗一个机会 现在马上回到铁牢中 但一罗拒绝了他的体力 你打我撒 帕布罗脑子一热直接就挥动手中的锤 没想到用力过猛收不回 小子这都是你自找 却不料锤子没有伤及他分毫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手不自觉就停下来 见此一罗还不断嘲讽 你只是块头大了你 难道不是吗 紧接着帕布罗再次挥动铁锤 但总在距离一线之隔的时候停下来 不信心地他连续挥出了9981锤 直到整个人倒下为止 这让帕布罗越来越怀疑他的神 这家伙到底是谁 随后一罗变得严肃起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也知道 但帕布罗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就在这时 精灵忽着找到了一罗 因为那两个导弹鬼他实在是广不住 因此帕布罗也感到不可思议 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精灵 而芬恩也非常疑惑地看着他 因为他嗅到帕布罗身上明明有约德尔的气息 但是为何块头会这么晚 随后一罗给出了答案 那是因为他是人类与约德尔的混血 至于他块头如此之大 想必是其他原因 这让帕布罗很适应 他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而一罗则是让他好好回想一下 不想不知道 一想下一条 原来就在帕布罗小时候 他父亲跟他说过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 如果遇到一个让自己心惊胆战的 不管他的意志如何尽量服从他 当时的帕布罗对此十分不解 因为他身上虽然有约德尔的血脉 但想必他会吸泼很多 遇到那样的人只管跑着对了 而帕布罗也很是好奇他们的身体 但他们的名字可不能乱说 因为他们会听得很清楚 所以你们的真实身份是龙族 对此一罗也给予了肯定 恭喜你猜对了 就在一罗苏醒的时候 老父亲就请约德尔帮他修复受损的房间 而帕布罗的气息和他们一样 所以一罗便猜到他有约德尔的血脉 当时杰尼洛克告诉 龙族可以无条件地命令他们 因为他们身上拥有龙族的血脉器 在很早以前因为约德尔一族一个失误 差点让龙族毁 所以他们只能不断肠 而龙族也对约德尔有血脉压制 紧接着一罗示意帕布罗 从现在开始 你就当我们的冤大头吧 帕布罗也没想到自己的命不正义 偏偏遇上了这些不吐无头的家 随后一罗从他口中得知了他现在五十岁 在约德尔中他还是一个年轻小 因为他们寿命平均在二百五十岁 但对龙族这根本不是什么 所以我就叫你一声臭小子也不为我 现在要开始谈正事 于是一罗便提出了为他工作十年的条件 这可把帕布罗愣得 随后一罗示意他不用担心 也许会更宽 只要任务结束就立马放他自有 而帕布罗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 虽然要十年之久 那当然是为了世界和平送我们回家 文此帕布罗顶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回家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 随后一罗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不懂事的勇者杀死了一条幼儿 失去孩子的轮巴的主意 遮蔽双眼 最后他灭了一个亡鬼 文此帕布罗内心猛然一震 他没想到这个故事竟然是真的 而现在有两个替灵级的爸爸 在等他们的孩子回去 所以稍微不注意就会世界末日 但帕布罗很疑 为什么这么艰巨的任务会成他 这还用说 当然你长得像冤大了 但不能这样乱说 随后一罗不乱找了一个理 那当然是因为你是天选之人 你看你这健壮的身体和分明的肌肉 英勇无比的气势 无人能语之品 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一个非常讲义者 难道就不应该被龙族选上了 这样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应该留给你 在一罗的PUA行 帕布罗很快就沦陷了 这可把精灵看啥也 这怕不是PUA中的CPU 在帕布罗同意了一罗的请求后 他身上突然就出现了数道光芒 原来这是约德尔和龙族的血脂加速 只要答应龙族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 而帕布罗很是疑惑 如果违约了会怎么样 一罗笑了笑也没什么生命危险 只是小弟弟不能用而已 画面一转 两人便回到了铁牢中 姐弟俩也没想到会有这么高的约德尔 而一罗对此也很适应 原来他在小时候还是和正常人一样 但有一次他误实了一个奇怪的博士 一觉睡醒后他就变成了这样子 闻死一罗顿时一惊 随后连忙适应博士长什么样 帕布罗描述完后 他便快速翻找出 在一个长得像骨头形状的水果底下 并询问他是不是这个 帕布罗给予了肯定 而此刻一罗却是两眼放光 因为只要有了这个 他就可以将姐弟俩圆圆舍在身后 与此同时 帕布罗想去通知他的手下 但一罗却阻止了他 因为他们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消灭那些该死的哥布林 他还只是挥出了普通的一群 就让哥布林首领当场领的活法 这直接让吃瓜三人阻论在原地 这家伙真的是小孩子吗 在一罗得知格劳普鲁特骨的时候 他便打算前往巡程 但帕布罗示意他那里有一群许人哥布林 并且他们极其凶义 一般人都不敢靠近 但一罗已经开始敲起小算盘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 消灭哥布林 而姐弟俩对此也很是好奇 什么是格劳普鲁特骨 但一罗是不会告诉这两个导弹的 毕竟这是他在身高上突破两人的几乎 画面一转 几人便来到帕布罗拿到果实的地方 可这里似乎已经成为血缘哥布林的大人 上次帕布罗来的时候 他们没几个 不知不觉就达到了数以百几 但一罗丝毫没放在盐里 他的注意全部放在了果实身上 可他巡视了一圈后 却没看见果实的踪迹 随后帕布罗告诉他 果实在他们大本营的中心 这可把一罗下一条 他们不会把果树毁掉了 而帕布罗则是示意他不用紧张 因为树的位置在地下的山洞 相信愚笨的哥布林是不会发现 闻此一罗才松了一口气 我的副队长和副副队长 现在该做好战斗准备 这可把帕布罗下一条 因为他们还没制定作战计 见此精灵示意他不用紧张 他们可是生物链顶端的龙族 别看他们是小孩子的形态 他们的真实年龄已经有两百岁 而其他种族看到他们心中 就会出现一种莫名的恐惧 只见三人直接就朝 哥布林的大本营杀去 当哥布林回头看去 没想到只是三个小孩子 但不知为何他们的气势 会如此强 哥布林也被吓得无法动力 现在他们想逃跑 显然已经来不及 刹那仅仅只是一击 便击杀了门头的手 而卡尼也不甘示弱 静止就朝其他哥布林杀去 剩下的哥布林 见此被吓得疯狂逃穿 这可把帕布罗看啥也 他知道龙族虽然强大 但血缘哥布林也不是冷世子 闻此精灵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即使他们的哥布林首领很强大 可在最顶级的捕食者眼前 他也会不由自主的心惊胆战 而帕布罗内心的恐惧想必也是这个原因 光是面对就会失去所有意志 陷入绝望 这就是龙的气场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因为他们还有二次觉醒 在经历第二次睡眠期后 光是气场就能吓死一半哥布林 与此同时 山贼的独眼小弟赶不过来 为了不暴露身份精灵只能先躲起 而他正是被哥布林的叫声吸引 当他看向哥布林的大本 发现已经被毁了一大半 就可把他愣住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伙 才会有这般破坏你 帕布罗给他指了一个方向 没想到是他们抓回来的几个小孩子 而此刻伊罗几人玩得正快 这些哥布林对他们来说 就像小孩子过家家 而姐弟俩也是拿出了合击技能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独眼小弟再次傻眼 这些家伙真的是小孩子吗 而这家伙也是机智的一批 想必是我们的老大独具会议 所以才让他们帮猎杀哥布林 这可把帕布罗整不会 见此精灵便让帕布罗听他的指挥 随后帕布罗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那是当然 而小弟对他更崇拜 不愧是我们的老大 是我拜托他们解决掉血缘哥布林 小弟也好奇他们是什么怪物 这让精灵十分生气 你说谁是怪物 没想到帕布罗连这句也跟着说出来 而小弟头上顶着一个大大问号 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要怠慢他 另一边 伊罗几人已经杀到了哥布林的大门 哥布林首领直接就挥动手中的巨驴 产生的威力足以秒杀等级三的战士 可此刻哥布林却是一脸惊恶 因为他没想到眼前的小孩 用一只手就抓住了巨驴 而伊罗也是丝毫不慌 接下来该我了 但随着他轻轻挥出一群 哥布林便以十倍光速拉开巨驴 尽重地砸在墙上 通常不到两秒就领合饭 伊罗还以为他能坚持两下 没想到连一击瓶力也扛不住 看到这一遇的两人顿时傻眼 现在哪里还敢怠慢 他们本是令人闻风丧倒的死头帮 可如今却被两个小孩打得屁股尿了 只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血 实际上是连骨头渣子都不土的龙子 就在姐弟俩消灭了最后一只哥布林虎 这场像一边倒的战斗终于结束 看着两人气喘吁吁的样子 伊罗随即拿出了两颗灵药 让他们补充活力 就在这时 伊罗注意到悬崖上的两人 这个家伙还在上面愣着坐手 而帕布罗也察觉到了情况不对劲 于是便提议下去看了 闻此小弟表示要不要他一同前往 可下一秒他却有狱 同时老大自己去了 画面一紧 帕布罗一脸和善地来到伊罗面前 而他此刻还是一脸一 见此伊罗只能友善地提醒他一心 我的格罗乌福特果在哪里 随后帕布罗便来到几块巨石起 而眼前的小洞口正是当年他发现果实的地理 于是帕布罗便俯下查看 只见他犹豫片了 随后一头扎入石缝中 这可把伊罗看傻眼 这种情况还用尝试吗 你在这里等着就行 而伊罗便独自前往 带他穿过狭小的洞口 前面的光芒引起了他的注意 没错 他终于找到了德罗乌福特的位置 而这棵闪闪发光的正是果实 与此同时 伊罗也看到了树上的果实 随后他两眼放光地朝果实冲去 下一瞬他却是停下了脚 因为他发现果实没有树上的一半大小 也就是说他现在来早了 如果现在吃了会没有任何效果 药效还会下检 这让伊罗顿时无语 因为果实成熟估计要两百年左右 画面一种 伊罗便从洞里钻了出来 可他却是看到伊罗空手而归 随后他从伊罗口中得知果实还没有成熟 但要是被偷了怎么办 因此伊罗瞬间黑化 如果谁有这个胆啊 那就试试看了 原来伊罗在那里留下了一道防御魔法 并且还立了一块牌鞭警告 而接下来他还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借用帕布罗的小兵 因为他虽然在里面设下了陷阱 但他感觉还需要加派一群人手才行 片刻之后 伊罗便回到了山寨前 而山贼们也是很快就被聚集在一起 但这些人真的是山贼吗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找来歪刮猎子 不过伊罗有办法让他们做出改变 而此刻的山贼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击合 只有独眼内心慌的一批 他不会是想让我们去杀怪物 紧接着一道正儿欲聋的声音响彻伤 大家好呀 亲爱的斧头帮乡亲们 接下来我将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 那就是从今天起解散斧头帮 闻此众山贼们在底下议论纷纷 而独眼更是直接跑去问帕布罗 难道这是老大的意思吗 为了让他们服众 伊罗派出了平易近人和艾克星 慈眉善目善人意识的双胞胎子 见此独眼瑟瑟发布 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 一声梦棍就直击几人的后脑子 力度刚刚好 猛逼不伤脑 而伊罗则是在后面加油打气主尉 要让他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身后的山贼首领 也无能为力 兄弟们 老大也无能为力 画面一准 伊罗对两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而众山贼们全部举手投降 紧接着伊罗示意他们 连两个小孩子都打不过 还怎么好意思当山贼呢 不过别担心 我会好好的改造各位 男孩训练斧头帮的第一件事 是让他们飞下百米悬崖 为此他特地让核弹双胞胎亲自射 将落伞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可把他们看傻眼 这些家伙真的是小孩子吗 就在伊罗找到果实 他决定让山贼帮他抗抗 但奈何他们的实力太弱 为此伊罗为他们准备了魔鬼训练 而接下来的几天 土头帮的内行回想再整变伤 胖子也没想到他们的力气会如此之内 让别人感受到疼痛 但不会让他晕死回去 想趁机偷懒一下都不行 而独眼则是让他放弃抗抗 现在他已经念头通达 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已经不错了 闻此胖子泪流满面 他不明白为什么身体每天都是遍体的伤 到了第二天就跟个没事人一样 伊罗则是在背后节节节的笑 那当然是因为我调制的高级药匙 只要睡一觉就能恢复到全胜状态 再加上每次训练时 伊罗都要用精神圣法磨练他们的意志 所以他们就算是很累也不会偷了 除此之外 还有伊罗从父亲房间拿出来的武功力竞 虽然只是普通的基础工具 但那些可都是来自龙族的书馆 虽然传授给这些家伙有点可惜 可这也是唯一一个让他们短时间变强的方法 只能便宜他们 与此同时 伊罗询问帕布罗事情办得怎么样 闻此帕布罗给予了肯定 一切准备就绪 紧接着伊罗便让他们做好准 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终极训练 狮子如何将幼崽丢下去 让他们变得更强壮 这让帕布罗顿时感到后背一脸 因为他有不好的预感 画面一转 只见所有的山贼身后都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袱 而他们都非常好奇里面装的是什么 就在这时 一道呼喊声打断了众 身后一辆奇怪的木车从山上飞驰而行 但众人看清没想到是一辆投石车 帕布罗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好 见此独眼感到非常疑 难道我们是要去攻城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伊罗就直接进入主题 接下来将有请我们的一号主教为大家示范 只见卡尼屁颠屁颠地朝投石车方向跑去 随后一把跳到投放石头的位置 这可把山贼们吓一停 他该不会是要把我们抛出去 与此同时 卡尼举手表示做好了准备 伴随着伊罗的一声令下 他则如同炮弹般静止朝悬崖射出 而此刻的卡尼只感觉到非常疼 但身后的斧头帮们就如同你手机上的第三个笔记包 这可把他们看啥也 就在卡尼掉下悬崖之际 他拉开了身后的背包 众人再次被他们的操作震惊 还能这样玩呢吗 随后伊罗示意疼 大家都看清了吧 只需要像石头一样飞出去 然后打开背包就可以 但众山贼们却是鸦雀无声 见状伊罗叫二号助教夏娜在示范一起 而夏娜也如同卡尼一样 完美地展示了降落伞的使用方法 伊罗对此很是满目 只要斧头帮经过这一次断 他们在行动方面就可以迅速出动 紧接着伊罗示意他们 想必你们也看清楚 只需要砰的一声 而斧头帮众人却是在瑟瑟发抖 胖子更是害怕地转身逃跑 但怎么可能在龙族手里头 伴随着伊罗轻轻打响手指 一个巨大的防护罩赫然出现 还没等胖子反应过来 便一头栽了上去 伊罗示意他们不用紧张 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而已 但山贼显然不太相信他说的 毕竟那两个小孩可不是常人 见状伊罗便将目光看向身后的帕布罗 如果有个常人示范给你看 你们会接受吗 闻此帕布罗连忙挥手拒绝 大哥不要啊 姐姐一口气能被无本书记 和一旁的弟弟却表示能被失败 闻此主持顿是汗流加本 眨眼间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因为弟弟永远是弟弟 就在几天前 伊罗在训练斧头帮的心理素质时 他们却表示坚决抗议 为此他只能重新找一个 让众人服众的人选 身后他将目光落向身后的帕布罗 察觉到不对劲的帕布罗连忙举手拒绝 紧接着伊罗便示意身后的斧头 帮过来帮忙 下一瞬一众小弟蜂拥而至 原来他们已经对老大十分不熟 毕竟大家在进行魔鬼训练时 只有他一个人在身后悠闲自质 曾经说好的有难同当 老大不会是想反悔的 就这样帕布罗被一众小弟 架上了投尸车 在他们的一声令下 帕布罗就来到了天上 而伊罗对此也很是满 因为帕布罗的块头比较大 但他还是完成的相当初思 紧接着伊罗便将目光落向众人 接下来该扭 而众山子 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借口 随之而来的便是想撤侠谷的惨叫声 画面一转来到一个月后 此刻伊罗正一脸担忧 如果有实力强大的敌人闯进 怕是会将果实洗劫一口 所以他们必须要学会一些高级技能 但伊罗目前的高级技能 只有上次获得内容 而这本书籍连他自己都无法参透里面的内容 更别说那群山贼了 就在伊罗苦恼要该去哪里寻找技能书时 姐弟俩一脸好奇地看着伊罗 随后他们也注意到伊罗桌面上的书籍 而对他们来说 背书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因为他们在父亲的书房里经常背书 闻此伊罗顿时就有了主意 紧接着卡尼自信地表示能被无本 而一旁的夏娜就不乐意 看刘家贝们 我能被失本 想必这两个家伙一定得有高级秘迹 接下来就是一举两个 随后伊罗便让两人冷静下来 既然你们想知道谁背的罪意 只需要来一场简单的比试就好 而姐弟俩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当两人坐下时便开启了无敌风 只有身后的伊罗节节节的笑着 不到片刻 一道完成了的声音传来 只见两人捧着一打厚厚的纸张 这可把伊罗看啥也 这两个家伙不会是为了完成比试 乌乱写 哪有人会写这么快 下一瞬他却是突然愣住 随后伊罗便全部把内容看了一顿 没想到两人居然写了十一笔 并且还都是完整的书籍 而一旁的姐弟俩只关心谁获胜 他觉得伊罗宣布两人已经大打出声 为此他只能宣布两人平局 而两人谁也不服谁 平局就不好玩了 与此同时 精灵也完成了伊罗交代的任务 现在高级书籍也找到 完成最后一步就可以离开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此刻的斧头帮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斧头帮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 他们已经完成了退比 并且有了堪比特种兵的实力 而伊罗对此很是满 这才有点斧头帮的样子 随后伊罗对众人给予了祝福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坚持下来 而现在伊罗将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训练 那是因为这是神的指 下一瞬山顶上爆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这可把几人吓一点 只见小弟慌慌张张地指着前方 一个宛如神明的人出现在天空之上 这可把几人看傻眼 这家伙是谁 难道真的是神明吗 他还召唤出神明的第一件事 竟是给斧头帮成员赐福 只因眼前看起来宛如神明的家伙 是他们用光线折射制造出来的幻想 但连小学毕业证都没获得的山子 他们自然是把幻想当成真 难道我们真的被卡洛斯选中了吗 传说在很久以前 卡洛斯是用魔族尸体追出来的战争之时 此刻山贼们的内心开始动眼 因为他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神明选中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伊罗在幻想内部忙得不可开交 毕竟用空间折射这么大的幻影 还是有一些勉强 就在这时 伊罗的身后突然出现了裂缝 不过幸好还有姐弟俩帮忙 伴随着他们释放出闪电魔法 破碎的幻想很快就修复 伊罗悬着的心也算是落了下 而现在他需要扩张空间 让幻想与自己同步 你们都是被神明选中之人 为将来降临在这片土地上的灾难作者 你们将成为照亮即将到来的黑暗的光芒 眼看事情完成得差不多 而现在只需要假装给他们降下祝福就完成 只见神明缓缓抬起手掌 随后山贼身上闪烁着一连串的符 获得赐福的山贼发出了崇拜的光芒 紧接着伊罗便让精灵开始下一步进步 得到命令的精灵快速朝一旁的小树苗飞去 只见芬恩将手里的生长药剂全部倒在了树苗根 在吸收完药水后 下一条小树苗就快速地生长起来 仅仅只是一瞬间就长成了一颗参天大树 这可把山贼们看傻眼 而这正是伊罗给自己设立的一个标志 防止几百年后找不到地方 紧接着神明指向了一旁的山体 这让众山贼们感到非常赢 而这时伊罗示意帕布罗赶紧动手 只见帕布罗快速挥动手上的手 狠狠狠岩石砸去 眨眼间山体便崩裂开 随后一个洞穴赫然出现在山贼面前 而这也是伊罗给他们的一个考验 通过考验之人就可以获得祝福 山洞里面正是伊罗给他们留下的高级技能书 但还有姐弟俩设计的陷阱 所以想获得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交代完最后的事情 神明便消散在众人面前 而此刻的一众山贼们都已经相信自己是神选之一 固然之前的种种现象都无法解释 看着山贼们欢呼雀跃 伊罗对此很是满 不得不夸我真的是一个天子 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安心地离开这里 这可把帕布罗愣住 他知道兄弟们已经把这些事情当真了 那些家伙都会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守护 没想到他们年纪轻轻就成了别人的大龙子 可等他回过神来 好像自己也好不到 与此同时 伊罗示意帕布罗时间到了 而接下来他们几人将会开启新的命 画面一转来到了林花城 此刻的杰尼洛克正看着龙族所在的大龙 不知道伊罗有没有按时示范 而他正懊恼着将伊罗一个人留在家里 并且老父亲也不知道跑哪里去 如果让他回去看一眼 自己就会安心去 思考片刻 杰尼洛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些堆积成山的公文一事半会隐梦 所以他偷偷回去两天应该没人发现了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一道声音打断了 只见一个男人缓缓开口 该不会打算背弃神圣的义务逃跑吧 居甲的瓦空儿子我想你 真正的瓦空连上班都想偷跑过去 他正是我们的爱娃狂魔 蔑视魔龙杰尼洛克 但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一道声音却打断了他 这么着急走难道你想要抛弃这神圣的义务 虽然杰尼洛克有点心虚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地回答道 哈哈怎么会呢 此人正是卡尼和夏娜的父亲 卡洛斯 而他虽然没有拆穿杰尼洛克 但卡洛斯看一眼就已经猜到 见此杰尼洛克便催促他离开着 难道你的事情做完了吗 可显然卡洛斯并不想离开着 只见他哼着小曲四处观望着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桌面上的水晶球 别担心 我只是怕你无聊踩过来看看 紧接着他往水晶里注入了一丝魔力 随后伊罗的身影便浮现在球中 你又在想伊罗了吗 虽然杰尼洛克没说 但他的表情上已经写满了 所以你是打算翘班回去看伊罗队 杰尼洛克还想解释一下 但奈何他的演技也太差 这是卡洛斯提醒的 你应该知道在继承过程中 禁止无故离对 如果被发现了是要受到很严重的症 而杰尼洛克也知道 但是被发现了也没办法 卡洛斯也感到好奇 你就这么担心孩子吗 杰尼洛克疑惑地看你 你不担心吗 卡洛斯点了点头 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他告诉过卡尼跟下马 如果感到无聊就去找伊罗瓦 伊罗又不是一般的聪明 老实说 他会比我更照顾姐弟 这可把杰尼洛克愣住 紧接着卡洛斯示意 他不用太过担心 伊罗可不是一般人 他不仅天生具有四种属性 从他的思维来看 不比成年龙场 世界上没有比你更容易养孩子的龙马 虽然话虽如此 但杰尼洛克还是很担心 也许伊罗享受着没有你的自由 随后卡洛斯让他不用担心 姐弟俩会欺负 因为他事先交代了要听伊罗的话 而杰尼洛克也清楚姐弟俩的性命 与此同时 卡洛斯也知道家里的导弹鬼肯定会闯 所以他们也会找伊罗解决 想到这里卡洛斯觉得自己轻松的不舍 不得不夸我是一个天才 但一旁的宠娃狂魔就不乐意 让我的娃去照顾你的娃 没有中间商转差价是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此刻伊罗正无比头疼 因为姐弟俩为了让他陪两人玩 已经叫了一天 这两个家伙天天黏一起有什么好 还没等伊罗说完 两个家伙就抱了上来 我上辈子到底犯了什么罪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几 原来是帕布罗 他准备好了一辆马车方便的 而伊罗对此很是满 紧接着他便询问最近的港口在哪里 随后得知了是卢浦港口 因为那里距离秋季大陆最近 而此刻伊罗很疑惑要走多久才能到达 经过帕布罗的推算最快也要办 但因为冬季大陆有暴雪的原因 也许行动会受阻 所以预测要一年左右才能到达港口 没想到预测时间比伊罗想的还要久 并且马车在雪地行走得很晚 要是能找到一个快一点的交通工具 说不定就很快穿过冬季大陆了 就在这时 帕布罗提出了心中的疑忽 难道联络不上其他龙吗 如果在这片大陆上有认识的人 也许他能更快地让你们回到家 这让伊罗茅斯顿开 我怎么没想到 冬季大陆上也一定会有活起来生活的人 可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认识的人 并且也不知道哪里有 紧接着他便询问起了精力 但他也不认识这里 而两个活宝也非常肯定不认识 如果有其他龙的帮助 肯定能大大减少回归行程 也许找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随后伊罗便询问 帕布罗有没有听说过有关龙的存在 虽然他知道一些 但信息并不全面 所以我们可以到人类的城镇打探消息 而伊罗也没有人 接下来就向西边的城镇出发 不出那么可啊 当然要红烧的最香了 再撒上特制的香料 一口下去啪崩脆鸡肉味 蛋白牛肉60碗 为了能尽快回到春季大陆 伊罗打算寻找隐藏在冬季大陆的龙邦 于是几人便踏上了寻找龙的路 随着天色逐渐变暗 帕布罗示意他 距离人类的城镇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眼下他们只能就地扎营 画面一转 经过了一天的旅途 帕布罗决定先填饱肚子 带着冰冷的雪地中雪兔 是最常见的食物之一 闻着兔兔散发出来的香气 姐弟俩已经口水直流了 帕布罗示意两人不用着急 马上就可以出炉了 紧接着他拿出一瓶特制的香料 再次在表面上撒上一层 帕布罗牌秘制红烧烤死就出 在冰冷的雪地 吃到一口热乎乎的肉 是最幸福的事情 哈尼跟夏娜已经开始狼端服宴了 而伊罗仅仅只是尝试了一瓶 就对帕布罗的手艺给予了肯定 没想到你小子的厨艺不错了 紧接着他画风一转 便询问起关于他知道的有关龙的故事 而这是他从一个猎人那里听说的 二十年前在他村子里 有个疑似龙的怪物 下一瞬伊罗却打断了他 你说龙是怪物是什么意思 相传他的体型非常巨大 有几栋房子那么高 所有的居民被吓得躲在家中瑟瑟发布 但伊罗觉得这种情报不太可惜 因为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了 帕布罗还听说了一些事情 当地城主曾派了大规模兵力 结果却是一个也没有回来 所以他们应该是全军覆没了 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靠近那一座山 伊罗推断如果证明是龙的话 一定会有目击证明 但如果不是 想必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东西 就在这时 伊罗突然察觉到身后传来一斗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闻此的帕布罗立马掏出锤子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随后帕布罗大喊着让躲起来的人出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传来 你们不用那么警惕 随后一个身披长袍的人走不出来 男人名叫雅各布 特鲁根 刚好是从这里露 闻此伊罗顿时一愣 因为特鲁根这个姓氏 他感到有点熟悉 而雅各布询问他可不可以借活取取女 但帕布罗直接就拒绝了 而他也注意到一旁的双胞胎 在有小孩的情况下 让一个陌生人加入确实是不明智的决定 随后他便转身离开了 此刻伊罗还在不断念叨着特鲁根这个名字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即让帕布罗把他叫回来 如果真的是伊罗所想的那个特鲁根 那么一定要打听清楚 因为打败杰尼洛克的勇者之一的拉比那就是姓特鲁根 在帕布罗的晚留下 他也同意了留下来 看着伊罗一直盯着自己他很适宜 难道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伊罗直接就询问他难道是一个人来探险 想必你实力肯定不凡 雅各布笑了笑 我是一个人 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人 这可把三龙听得云里雾里 看着几人疑惑的表情 雅各布轻轻吹响了哨子 见此伊罗顿时一惊 是精神魔法 虽然很浅 但里面一定蕴含着精神属性的魔法 与此同时空中传来巨大的声音 随后一只六一血鹰出现在众人面前 只见他气势磅礴地落在雪地上 朝着几人发出了一声锐利的叫声 小孩只是骑在一只雪鹰上 或把男人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六一血鹰是地表最强猛情 但在这几个小孩面前 却连大气也不敢吵 他们是连骨头渣子都不吵的龙子 如果表现不好 说不定会变成探口烧鸡 就在雅各布吹响口哨之后 他便从天而降来到几人面前 而不知情的帕布罗 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凶手 立马就掏出了大锤 但雅各布很快就打断了他 并示意他不用紧张 因为这是他召唤的六一血鹰 他的名字叫明基 这让帕布罗感到很好奇 因为这种生物可是出了名的凶了 原来这只血鹰是他从小养大 所以他很听自己的话 闻此帕布罗反应过来 你是一个训兽师对吗 雅各布尴尬地笑了笑 谦虚地表示还不是很熟练 而一旁的伊罗正思考 一个姓特鲁根的训兽师 这家伙会是拉比娜的仙子 紧接着伊罗便上前询问他有没有结婚 雅各布摇了摇头 那还有没有其他兄弟姐妹 随后得知了他是一个独生子 并且特鲁根只有他跟父亲是有这个姓氏 闻此伊罗两眼放光 看来他就是拉比娜的仙子 而雅各布对伊罗的问题感到非常奇怪 殊不知伊罗已经敲起了心中的小算盘 虽然直接把他嘎了会不好 但也许能把他当成孤家寡人 让他看不到的 这让一旁的雅各布感到了一丝两意 紧接着帕布罗便邀请他到一旁休息 就在这时 一旁传来了明基的动静 当雅各布抬头看去 发现双胞胎试图靠近明基 见状的雅各布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 但事实没有他想的内容 明基在两人面前表现得非常温顺 这可把他愣住 这可是地表最强猛琴啊 紧接着伊罗便把两人抓了下来 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 而一旁的明基看到伊罗确实直接被吓一跳 因为在他眼里 伊罗就宛如地狱中的恶魔 吓得他直接就跳了起 而雅各布却误以为他失控 连忙上前制止 可下一瞬他确实直接躺在地上 在伊罗面前撒起了骄傲 这可把他看伤 毕竟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撒骄傲 随后还让姐弟俩在上面开心地玩手 帕布罗则示意他不用感到奇怪 这几个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画面一转 此刻他们再次收拾行李踏上路 而雅各布对此表示非常感谢 没想到还要邀请他一起同行 帕布罗只能甘大地笑一笑 因为这可是伊罗给他下达的认误 在伊罗的催促声中 他们便前往下一个地步 而明基则是跟在杰人身后 一路上伊罗正思考着 要如何解决雅各布这个问题 毕竟放任他不管以后 还会威胁到杰尼洛克 所以还是先获得更多的情报 随后伊罗便开口询问 雅各布接下来要去哪里 而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伊罗 闻此伊罗很是一骨 卡什塔山有什么秘密吗 雅各布自信地笑了起 因为那座山很有可能实现他的梦想 而伊罗似乎已经猜到了答案 每个中二少年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梦想 雅各布的正式想成为一位迅龙高手 闻此的帕布罗顿时赶到后背发亮 小子你有屈死之道 龙族作为大陆的最强生物 如果能驯服一条响地 自己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沉浸在幻想中的雅各布 丝毫没有注意到伊罗的杀影 随后帕布罗提醒他还是保命要紧 雅各布只是乐呵呵地闪笑着 伊罗正考虑要不要直接解决了 但想了想还是先等等 从雅各布的生涯推断 卡什塔山想并不会是龙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剩下的 拥有雷电视性的白虎 如果那家伙真的在卡什塔山驯服了雷虎 之后将成为特鲁根家族的传家 也就是拉比纳使用的那个狂雷虎 但伊罗不会让事情就这样过去 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紧接着伊罗也附和着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梦想 希望你能够实现它 帕布罗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许此之道千万条你却选择了这一条 他本是令人闻风丧倒的雷虎 可如今只能躺在地上装死 只因他知道 站起来就会吃小孩的大逼动 就直接把身后的男人看傻眼 雷虎不要面子的 时间回到两分钟前 雅各布一行人在山脚下休息了一个晚上 看着眼前的美景他不由地感叹起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身后的伊罗也同意了他的看法 因为这里的风景确实不错 但让伊罗感到奇怪的是 怎么没有看到双胞胎的身影 说起来雅各布也感到奇怪 按理来说他们不应该这么安静 随后伊罗再次询问帕布罗 而帕布罗也是顶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难道他们不是跟你在马车上睡的吗 此刻伊罗知道这两个家伙肯定是出去出国 就在伊罗四处观察时 芬恩叫住了他 好消息是双胞胎找到了 坏消息是还带回了一样东西 片刻之后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只见两人拖着一只雷虎朝起人走 而他们还在位抓的是小猫还是小狗争论不朽 伊罗跟雅各布看了也是直接傻眼 这哪里是小猫 分明就是一只雷虎幼子 随后只见小雷虎被两人一把丢到地上 而两人还请求伊罗让他们带回当中 伊罗很好奇他们是从哪里抓到 卡尼指着卡士塔山的山顶 原来是早上他们去那里玩正好遇到 两人喋喋不休地说着让伊罗很是头疼 这两个家伙真的是不嫌是大 而这也是雅各布第一次见到活着的雷虎幼子 就在他上前看看时 卡尼跟夏娜直接拦住人 不许碰我的那儿 伊罗再次傻眼 没想到这两个家伙连名字都想好 与此同时 伊罗注意到雷虎的小动作 只见他偷偷睁开一只眼睛偷看见 正好被伊罗打了个阵阵 这可把他吓得一啵嗦 但很快他又闭上眼睛假装晕过去 任凭伊罗如何叫他也不为损 而伊罗凑到他耳边问想要龙烧还是轻震 吓得小雷虎直接就跳了起来 并露出锋利的狐嘴 但伊罗没有丝毫慌张 小小雷虎也敢在我面前造词 反手就给他一个大逼斗 而小雷虎只能在地上撒破打鼓 因为他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这几家伙 雅各布直接就变成了你手机里的第一个表情包 帕布罗只能尴尬地表示 现在的小孩就是天生神灵 大哥你说这话你信吗 看到小雷虎在地上打滚 双胞胎便上前安慰他 而此刻的伊罗却感到非常奇怪 按理来说 雷虎一般不会轻易地离开他的右轮 就在这时 一到 他的移动方向好像就是挤人的位置 而怪物的力爪轻易地把木头留下 没想到是一条地龙 雅各布直接被吓一天 但伊罗示意他不要出声 因为你这样会引起他的注意 人后只见伊罗快速释放了一道空间魔法 一瞬间就把几人隐藏起来 在释放完成后 雪地上便没了几人的身影 雅各布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地释放一个空间魔法 这家伙真的是一个小孩 与此同时 地龙也走到他们前面并停下了脚 因为他观察到这里明明有动静 而雅各布不知道自己幸运还是不行 竟然让他同一天遇到雷虎和百年难遇的地龙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也就是说卡什达山上的不是传说中的 而是一条地龙 是让他有些许失落 回过神来的雅各布将注意力放到了伊罗身上 因为他发现伊罗的反应能力极强 并且还能快速释放魔法 难道真的是一个天才吗 就算是天才在他面前也不过如此 但还是要先解决眼下的危机 因为伊罗发狂了 没想到三条恶龙也有被吓得逃犯的意义 因为突如其来的地龙让几人来不及夺手 以他们目前的实力想要打败成年地龙还是有点困 于是他当即就询问了芬恩 但他也没有应对的办法 因为地龙虽然不是纯血的龙 可他身上也有一丝龙的血脉 所以他比一般的陆地生物要强上血 要想对付地龙至少要有三到四名一级强者 看着近在迟迟的龙 伊罗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全军覆灭 但一条地龙为什么突然就出现在这 这让他很适宜 随后伊罗注意到地上瑟瑟发抖的小梅梅 可能是跟着他的踪迹寻来 与此同时 地龙观察了半天也没有异常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见此伊罗也松了一口气 幸好他没什么耐心 不然可就惨 可在这时 天空突然乌云溺补 而伊罗也顿挡了一命 不会吧 贼老天你想害死我是吧 下一声一道闪电静止朝他们的位置劈起 而有一道闪电强 该死的 紧接着伊罗快速举起雷元素时 如果没有他想必自己就要变成红烧龙了 就在伊罗以为能松一口气时 此刻正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 空气突然凝固让气氛显得有些许尴尬 几人二话没说立马就开溜 姐弟俩顿时被吓哭 他为什么要追我 跑在身后的雅各布很是一副 帕布罗也就算了 为什么三个小屁孩会跑得这么快 他知道几人肯定不是普通 与此同时地龙也追了上来 只见地龙 朝他张开了血盆大宝 就在这危机关头雅各布吹响了哨子 而地龙也察觉到一丝威胁 但他已经来不及躲审 下一瞬铭记的立长便朝他洗 对着他的脑袋粉粉来上一击 而地龙也停下了步伐 这对一罗几人来说是一个逃跑的机会 分恩当即就让一罗往树林跑 因为那样可以干扰地龙的速度 为此几人便立马反方向朝树林跑去 一瞬间就与地龙拉开了距离 看着在天空不断盘旋的血盈 是让地龙很失恼 紧接着他突然对明基发起了声波攻击 而明基也没料想到地龙会远程攻击 一阵眩运感让他失去了意识 随后静止朝地上对立 见此雅各不顿时就紧张起来 随即就朝身后跑去 这让一罗陷入了两个 如果他们现在跑到树林里面 肯定能摆脱地龙的追击 经过一番挣扎后 一罗还是选择了回头 该死的 如果你这次能活下来 我一定会揍你一顿 而三人也是突然愣着 虽然他们不知道一罗为什么要回头 但还是毅然决然地跟了上去 而小雷虎也陷入了思考 现在只要他逃跑就可以摆脱街 尽管他很害怕但还是跟了上去 与此同时雅各不来到了明基面前 但他的状态似乎不太乐观 而地龙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 对着他的翅膀一口就咬下去 你这该死的小蜥蜴 下一瞬一道魔法攻击 静止朝地龙戏去 虽然对他造不成伤害 但地龙感觉受到了异议 小小的人类也敢对我出手 朝着雅各布就是一击神龙摆尾 而地龙的速度 让雅各布根本来不及躲闪 没想到姐弟俩也有碰上硬茶的时候 手持爵士宝剑 竟然没有对地龙造成任何伤害 难道这家伙是用龟壳做的吗 在面对雅各布的体系 地龙的尾巴狠狠地朝他戏去 就在这危机关头 伊罗也及时赶到 随后便一把将其拉了 而雅各布也幸免于被击住 在这种时候 伊罗也不在保护时 只见一道魔法快速地被释放出 为了提高攻击的伤害 伊罗还特地施加了旋转魔法 伴随着伊罗之初 攻击静止朝地龙的脑袋戏去 下一瞬地龙便将伊罗的魔法吞噬 见此伊罗顿感不妙 他没想到地龙的能力会这么强 竟连空间魔法都能咬碎 不过幸好他不止一种属性 随后伊罗再次释放了一道精神魔法 就在伊罗以为可以将其控制之时 没想到地龙一下子就正开了束缚 该死 连精神魔法都没能束缚他 精灵提醒伊罗 地龙虽然不会魔法技能 但是他们的争斗之心极情 而且魔抗性极高 难道就没有办法吗 下一瞬地龙的深渊巨口便朝他张开 而此刻姐弟俩也赶不过 只见两人拿着剑对着地龙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但他们也没想到地龙的龟客会这么近 就好像砍在坚硬无比的石头上一样 看见地龙 似乎刚才的攻击还是有一定效果 随后伊罗便示意两人继续朝着地龙的脑袋攻击 因为那里想必是地龙的弱点 闻此姐弟俩再次朝地龙杀去 在受到攻击后那家伙果然和伊罗撂下 虽然他的魔抗极高 但他无法保护到内脏器官 在姐弟俩拉扯地龙的仇恨时 伊罗则在一旁进行远程输出 而伊罗很快就抓住了机会 对着他的嘴里就是一顿魔法套子 尽管地龙的灵片很异 但此刻也只能败下阵 不得不夸我是一个天才 可姐弟俩就死了 因为他们的手此刻感觉不到任何东西 而一旁的两人却是直接傻眼 几个小孩子在跟地龙对他 我的眼睛真的没有看错吗 帕布罗只能尴尬地回应 我的侄子们是挺强的 随后他示意雅各布不要多谢 因为对他没有任何好 与此同时 伊罗示意姐弟俩再坚持一下 要把地龙彻底解决才行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再次发出一声怒吼 没想到还没好 这是伊罗始料未及的 眼下的还没解决 看来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 卡尼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因为一条地龙他们都应付不过来 而伊罗心中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实在不行就暴露身份 带着雅各布和帕布罗菲子 就在伊罗示意姐弟俩做好准备时 身后又一次传来动静 是两只成年的雷虎赶过来 看小雷虎的反应 他们应该就是小雷虎的父母 而雷虎的出现让地龙也没反应过 他们上来就是对地龙进行一顿私养 伊罗知道应该是小雷虎受到伤害 他的父母肯定是坐不住 现在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他们这边了 在地龙没有完全苏醒之起 伊罗果断地选择了出手 随后一道锁链便将其牢牢锁 没有另一条地龙帮忙 三人对付一条地龙已经绰绰有余了 经过三条小龙的不断努力 恐怖的地龙怪最终被他们打倒 但一旁的雷虎夫妇就没有那么兴趣 他们最后燃烧了粉圆才将另一头制度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伊罗抓住机会对地龙使用了一道精神魔法 一瞬间就让地龙失去了行动能力 紧接着三人拿着兵器朝地龙杀去 与此同时伊罗也示意帕布罗上前帮忙 因为他们刚才的消耗太大 战斗力明显下降了 而远处的雅各布只能呆呆地看 毕竟这种战斗他完全帮不上忙 不拖后腿都算好了 经过几人的不断输出 绿色的地龙最终应声倒地 伊罗几人也是精疲力竭 如果再来一条地龙 那么他们只能变成龙形态 另一边的战斗也是十分激烈 听到一旁的动静 这让远处的雷虎又在很是担心 此刻雷虎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只见雷虎爸爸纵身扑向地龙 用锋利的獠牙不断撕咬 但地龙也不是吃素 反手就将雷虎一口咬住 在体型上地龙一直占有巨大优势 很快他就被地龙爽飞出去 此刻雷虎爸爸显然快站不住 而地龙也十分狡猾 丝毫不给雷虎反应的技能 随即就释放了声波攻击 让雷虎本就受伤的身体再次受到重爆 使地龙狠狠地挥动了 这一击下去雷虎爸爸肯定会当场死去 就在这时雷虎妈妈义无反复地扑了上去 当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雷虎妈妈也因此被击飞出去 随后重重地撞在一棵树 看着自己的妻子倒 雷虎燃烧了自己的本命核心 开启了狂暴状态 朝着地龙不断撕咬 在雷电之力的加持下 地龙坚硬的鳞片被雷虎刺穿 强大的电流让他世间逝去的战斗人 这一次雷虎爸爸已经做好了 与地龙同归于尽的准 随着地龙的惨叫响彻了整片森林 雷虎与地龙的战斗也落下了 就在一罗几人休息的时候 一头雷虎正朝他们走了过来 看到自己的爸爸小雷虎立马就哭了声 再确认自己孩子没有受伤 他也放心下 随后雷虎将目光落向一罗 可雷虎并没有任何的勇气 他似乎已经看出了一罗的身份 随后丢下小雷虎转身离开了这 这让小雷虎很适一活 他立即就跟了上去 但却被一罗拦了下来 一罗和雷虎四目相对 而他也看出了雷虎爸爸的意思 雷虎露出最后一个微笑以表感情 便朝着森林深处一跃而起 不知情的小雷虎以为爸爸不要他 芬恩知道这是雷虎给孩子做最后的告白 因为那只雷虎已经做好复死的心理准备了 下一瞬森林被一阵金色的光芒滚了 而那想必是雷虎最后的明亮 紧接着一罗便让芬恩留下了照看双胞胎 他上去查看一番是怎么回事 闻此芬恩很是担心 因为现在贸然上山会有危险 看着一罗坚决的态度他也没有在做 就在这时小雷虎发出一种风景声 只见他可怜巴巴的看着一罗 祈求能让他一同前往 而一罗也答应了他的请 随即便飞快的朝刚才的方向跑去 而此刻一罗心中有了一种不好的预论 当他到达现场后 也被眼前的淫义震惊惊的说不出话 只见一条地龙和两头雷虎躺在地上 场面看起来十分的惨烈 这些应该都是小雷虎的爸爸妈妈做的 而小雷虎有点不知所措 随即上前用小脑袋不断蹭着他们的身 试图将他们唤醒 一罗看着这一幕也很是揪心 因为就和他上一世一样失去了父母 紧接着便上前安慰着小雷虎 男孩刚收服的小雷虎 转手却将他送给别人收眼 只因男孩接下来的女徒会非常危险 如果将他带在身边会出现不必要的伤害 在雷虎夫妇死亡后 一罗便将他们埋葬在雪山上 而他也清楚雷虎和地龙同为山上的霸恨 就算是没有他们的介入 双方的结局必然有一方涌落 毕竟一山不隆二虎 如果按照故事的剧情推断 在雷虎与地龙死亡后 雅各部意外警告了小雷虎 最后就是与雷虎签订契约 但一罗肯定不会让他按照原剧情发展 如果现在能提前将雷虎收服 那么他以后就不会对他造成危险 紧接着一罗便释放了一道魔法 随后一道红色的能量将小雷虎包围 这让他很适宜 当小雷虎回头看去 只见一罗身上散发出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 小雷虎被吓得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而一罗示意他不用紧张 如果你相信我 我就收留你 看着一罗真诚的掩饰 雷虎也伸出了自己的小手 一罗也没想到会这么快成功 以后雷虎就是他的伙伴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雅各部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他这次更加肯定自己的看 虽然现在的雷虎还行 可也不是轻易就能驯服 所以你的身份就一个 闻此一罗顿时一乱 难道他看出我的真实身份吗 就是传说中的高等精灵 森林的守护者 这让一罗顿时傻眼 他在说什么怎么完全听不懂 看来他是误会自己 如果不需要帮这小子解除误会 让他继续这样下去 岂不是让自己的身份更加安全 紧接着一罗便表现出一副高贵的样子 没错 我就是树林的守护者 精灵之神 一旁的帕布罗很适宜 这家伙又想导什么名字 卡尼根夏娜也是顶着大大的问题 一罗怎么用精灵的语气说话 紧接着雅各部将目光落在姐弟俩身上 而精灵也给他们编了一个身子 他们是我的精灵武士 但姐弟俩并不满 因为精灵在龙族眼里的地位非常低 自然是不乐意与他们坐着 与此同时一罗话锋一准 你能帮我照顾这只小雷虎 魂词雅各部内心猛然一阵 而姐弟俩也不同意一罗这个要求 但一罗肯定有自己的用力 就在这时他用眼神示意怕不如 而他也是心灵神会 一把就将两个宝弹鬼提到一旁 随后一罗再次问雅各部愿不愿意 但雅各部非常疑惑 因为这只雷虎是他幸福的 为什么不自己培养 而一罗也是给他简单的说明了情况 他们接下来还有很艰难的旅 雷虎的年纪还行 他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 雅各部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凝重心 毕竟连精灵都觉得危险 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了 而将雷虎交给他也十分放心 因为一罗知道雅各部一定会照顾好他 随后雅各部也不再拒绝 我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好他 紧接着一罗便示意小雷虎要听雅各部的 而小雷虎闻此很是失落 难道主人也不要他了吗 看出小家伙的不舍一罗上前安慰他 不用担心 以后一定会回来接他 小雷虎也相信他说的话 随后便朝雅各部走去 而雅各部便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并保证以后一定会照顾好他 交代完一切一罗总算是放心下的 雷虎以后也不会成为敌人 与此同时一罗还想起了另一件事 那就是要给雷虎吃光属性的惊世 等他长大了你就知道他的作用 在闲聊中太阳也随之落下 雅各部也到了与一罗告别的时候 虽然在这里没有找到龙主 但还是有意外的收获 这时一罗感觉到身旁太过安静 当他回头看去姐弟俩气鼓鼓的抱着手 并表示以后不跟他玩了 一罗只能尴尬地笑起 怎么把这查忘了 随即拿出两颗高级灵药 当他们看到灵药瞬间 就将刚才的事情抛到脑后 还是一罗对我们最好了 他们本是可以征服世界的龙主 可没想到最先征服的是眼前的少女 这可爱到犯规的脸蛋谁能比胖 在与雅各部告别后 一罗一行人终于来到了普鲁港口 塔尼跟夏娜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 还没进城就已经想好 在城中玩上三天三夜 刚踏进城门就看到了人山人海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的城市 并且还看到了一些 他们从未见过的孤子 芬恩是一两人不用大惊小怪 普鲁港口是一个特别的城镇 因为秋季大陆和冬季大陆兼物资往来 所以这里的人流量 是大陆最大的城市之一 一罗看着这个防伐的港口陷入了沉思 没想到花了大半年才到这 他现在只想快点回家 突然姐弟俩就粘了上 并且还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一罗对此很是无语 紧接着帕布罗打断了警人 因为他们目的地道 当一罗下车看去却是感到非常疑狂 他没想到帕布罗口中说的地方 看起来平平无奇 帕布罗只能尴尬挠了挠头 他最后一次来这里已经是十年前 当大门被缓缓推开 一个黄头发的少女出现在两人面前 进门的同时 帕布罗仔细打扰在这个地方 我是莫娜 难道你忘记我们了吗 这时帕布罗才想起来 那个小不点已经长这么大了吗 紧接着莫娜便示意妹妹出来看看 随后一个红头发的少女从房中走不出来 而路西亚一眼就认出了是帕布罗叔叔 看着他们如此热情 一罗知道他们应该认识很久 与此同时帕布罗四处观察着 因为他很好奇他们的父母去哪里 而姐妹俩也是直接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帕布罗 在三年前他们的父母就因为车祸离开了 帕布罗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对此感到非常抱歉 紧接着便示意两人有什么困难就找他帮忙 毕竟他和哈蒙曾经是出生路死的兄弟 就在这时路西亚注意到帕布罗身后的小人 难道他们是你的孩子吗 闻此帕布罗连忙否认 随即信誓旦旦的说道是自己的侄子 可姐妹俩没那么好互动 他们一眼就看出了帕布罗心虚的样子 当莫内蹲下来看着双胞胎时 两张可爱的小脸蛋出现在他的眼 他的少女心一下子就被记住 这可爱到犯规的脸蛋谁能抵抗 随即便一把抱了上去 确实有点乱 闻此姐妹俩立即跑去给几人做好吃的 而一罗则是露出了一脸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样子 瞧瞧我这该死的魅力 画面一转 一罗慵懒地躺在床上 好久没吃得那么开心了 此刻一罗也好奇帕布罗是怎么认识他 而帕布罗也是给一罗讲出了他的过路 他们的父母就是他当雇佣兵时候的朋友 最后他们为了抚养孩子 结束了佣兵生活开了这间旅馆 与此同时 一罗示意帕布罗是不是忘记了一些事情 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帕布罗当然记得 只是刚到这里 看到一罗杀气腾腾的样子 帕布罗连忙跑步 我现在马上去找船 而一罗也示意分文一同前往 顺便帮他们补充一些灵药回来 就在这时一罗注意到身后突然没了声音 当他回头看去发现姐弟俩已睡着 这两个家伙整天就知道了 想必是累坏了 那么接下来我也打算休息一下 片刻之后他们的房门被莫娜推 可露西亚却发现姐姐开门就不说话 这让她很失忆 随后才发现三人已经睡着 没想到他们睡觉的样子也会那么可怜 于是两人便退了出去 那就让他们好好休息吧 男孩与黄毛只是对视了一遍 就被黄毛无情嘲讽从小矮子 身为绝世恶龙的他何时受过这种免疫 于是他当场做出反击 而男孩的行为让他直接看啥影 小子我们走着瞧 时间回到早上 经过两个月的奔波 一罗终于可以睡一个宝觉 当他醒来时 露西亚正在给他们准备走 而姐弟俩此刻已经迫不及待 与此同时 一罗也询问起了关于前往秋季大陆的事情 帕布罗也确定了船只出发的时间 他们将在两周后开船 但他们要吃的灵药没有找 而这也在一罗的意料之中 因为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过灵药 人类的食物只有味道好 但对龙族的成长没有一点帮助 承传到秋季大陆大约要两个月 无论如何都要在出港前准备修炼的资源 帕布罗示意一罗不用太多担心 怎么说这里都是攻击大陆所有物资聚集的地方 如果这里找不到 那么其他地方更不用说 只能暂时这样 就在这时 一只大烧鸡突然拍在桌面上 而这正是莫娜给几人准备的枣 这可把帕布罗看傻眼 谁家的枣饭会这么凶盛 莫娜则是哼了一声 这是给小家伙们准备的 帕布罗尴尬之余还是忍不住尝试了一遍 毕竟他可没有说不吃 仅仅只是吃了一小块 帕布罗便赞不绝口 因为这跟他父母做出了的味道如出一整 紧接着帕布罗便询问 露西亚唱歌的事情 小时候他的音乐天赋很高 每当露西亚唱歌的时候 旅馆里就会挤满 就在这时 一罗注意到姐妹俩的意证 因为当帕布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 两人的情绪明显不对劲 一罗随即给帕布罗妖子来了一群 不知情的帕布罗还一脸猛逼 当他抬头看去才发现姐妹俩的情报 露西亚已经不唱歌了 那么好的才能为什么要被埋没 就在莫娜准备回答的时候 身后的动静打断了几人 只见四个凶神恶煞的家伙 出现在旅馆门口 这让一罗很适宜 难道他们是来找她的 但一旁的旅客却是习以为成 就好像他们已经猜到接下来的事情 见此帕布罗立马起身 如果你们要欺负他们 就先掂量掂量自己 紧接着四人突然站成了两台 随后一个男人从大门走进来 只见他单手向莫娜小姐行了梗 然后转身走向露西亚 下一秒一束鲜花就出现在他面前 看起来好像是他的追求者 这肉麻的行为 让一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哪里来的中二少年 但一罗也看出了露西亚 似乎不是很情愿 还没等他说话 男人便制止他 今天只看到你的脸 我的心已经找到了瓶颈 而露西亚只能尴尬地 拿着男人送了花 就在黄毛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罗抬头看去 而两人的目光落在了彼此身上 小黄毛却是露出了轻蔑之词 见此的一罗直接气炸 这家伙很明显是在嘲讽里 很快一罗就想到了硬椎之策 我好困呀 露西亚姐姐可以抱我睡觉吗 这可把帕布罗看傻眼 露西亚没有犹豫 直接就将一罗抱了情 真拿你没办 我抱你回房间睡觉了 而小黄毛气得浑身颤了 小样 根本大爷做你还是嫩的 看看这座坛子你能不能吃饱 受不了的小黄毛 只能气冲冲地离开了旅馆 小孩只能有什么坏心思 他只不过是想要姐姐抱抱了 就直接把一旁的小黄毛看傻眼 可他对此却无可耐 他是拳击家的儿子坎丽 闻此他也是一愣 难道是拳王泰瑞斯 莫娜给予了肯定 他现在已经不是大手 而是一位男爵 这让帕布罗直接惊掉了下来 原来泰瑞斯曾经是一名顶级的大手 他平定了普鲁港口的备谤 获得了领主授予的男爵爵位 帕布罗很是得意 我就知道那小子日后必成大器 不过刚才看他儿子 好像是对露西亚有意思 你怎么不叫露西亚好好表现呢 说起这个莫娜就偷偷 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帕布罗不解 因为无论是家庭还是长相 凯莉都说得过去 随后莫娜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因为凯莉才14岁 而露西亚已经22岁 这直接让帕布罗目瞪口白 没想到那家伙才14岁 看他人不大 胃口却是不小 说起这个莫娜就很是毛 你们这些老家伙就别打去了 画面一转来到房间 经过帕布罗的探寻 终于找到了一些买药材的地方 于是伊罗直接就停下来手中的事情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灵药问题 当他起身时 姐弟俩也表示要一同前往 如果戴上他们进度肯定会慢 所以伊罗直接就拒绝 见此两人开始了撒坡打鼓模式 但伊罗已经吸引为常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打断了几个 原来是莫娜和露西亚 给他们准备了一些新衣服 看到有新衣服 姐弟俩很快就换上了 两人也被几个小孩的可爱深深吸引 莫娜担心他们的衣服太单薄 所以随便准备了几套衣服 没想到穿起来会这么好看 帕布罗叔叔是怎么带孩子 大冬天让几个小孩穿这么单薄的衣服 帕布罗有苦说不出 他们可是龙族 紧接着伊罗便拜托露西亚帮他照顾姐弟 因为现在不方便带着他 一定能找到灵药吧 帕布罗信誓旦旦的表示一定会 于是两人便迈着自信的步伐前往 时间很快就从中午转变成黄昏 只见街边坐着一个失落的男孩 旁边的帕布罗只能跪着痛哭流体 没想到所有的药材店都没能找到灵药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会是第一个因营养失调而死 就在这时几道吵闹的声音引起了两个 只见大街上有一伙人拦住别人的去 当他们看去才发现是凯莉 看样子他是遇到大麻烦 因为连他这个伯爵儿子都感到急事 想必这个家伙的背后视力不简单 突然有另一伙人也加入了几个 刀疤脸恶狠狠的威胁 我可以理解为你们要对我们宣战时 凯莉的护卫顿感不妙 这些家伙明明就是故意找他 你们难道不怕我父亲找你们麻烦 刀疤男假装沉思了一关 随后露出嘲讽的表情 我想他不会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 就在这时帕布罗打断了锦 光天化日之下 在街上拿刀乱放看起来不太好 凯莉看出了他就是店里的那位大叔 见此刀疤男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帕布罗自信地拨了拨头 就算离开十年了 难道没有人听说过帕布罗这个名字 一旁的小弟听到这个名字心中猛然一震 难道是削辅帕布罗 于是小弟给凯莉讲述了一些事情 当男爵在被授予爵位置起 为统一黑帮而展开战争时 他不小心落入了对方的陷阱 最后还是帕布罗一个人拿着斧头将伯爵救出 这时凯莉才知道眼前的大叔 就是他爸爸常说的救命 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你 久仰伯父的大名 帕布罗尴尬的小脸一红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不用大惊小怪 而刀疤男也上去打招呼 我叫达蒙 是港口管理的一个小组织 当一罗靠近他时却发现他不对劲 那家伙身上散发出的这种气息是什么 达蒙没有停留与帕布罗告别后便离开 这让帕布罗也感到奇怪 难道这家伙就这样离开 一罗心中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这家伙迟早要大获领头 人家那么鬼 当然是男孩子 为了获得赛琳的项链 一罗直接拿出了卖萌书 这可把凯莉看傻眼 大哥 你不要面子的吗 时间来到晚上 泰瑞斯终于见到了曾经的老朋友 这一别两人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 你这个无情的家伙 十多年也不回来看看我 帕布罗只能尴尬地笑起 毕竟山贼的日子不好过 看着这富丽堂皇的客厅 帕布罗很是欣慰 没想到曾经只会打架的那个小子会那么成功 就在这时 帕布罗注意到一罗的表情 随后便说明了来这里的目的 有没有关于珍贵灵药的消息 泰瑞斯让他放心 因为在刚才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他就派人去找 与此同时 达蒙那个家伙确实烦了 这让帕布罗很疑惑 难道他们敢挑衅贵族吗 随后泰瑞斯便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很多传之莫名出现问题 让商贩对他们的势力产生了怀疑 达蒙也趁机戒热 只要稳定地运营卢普港口 灵主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他也是一个地体流氓出身 帕布罗听完一阵头大 还不如我的山寨过得舒服 紧接着泰瑞斯画风一准 我们好久没见了总不能说这种丧气话 随后帕布罗用余光看向伊罗征求朋友 看这家伙寻找灵药的分身 就让你尽兴地玩耍一次 看到伊罗的动作帕布罗露出欣喜之色 也就是说他同意了 今晚我们就不醉不归 临走时泰瑞斯还嘱咐凯莉要照顾好伊罗 这可把两人看得疑乱 谁也不服谁的表情 我居然要陪你这个小不点 因为在凯莉眼里伊罗就是傻也不懂的小片 但他父亲交代了任务自然是要做好 他只能无奈地带伊罗去他房间了 文子伊罗一脸嘚死地哼着小曲让他呆 来到房间凯莉让他好好呆着就行 话音未落 伊罗已经自顾自地挽起了笑 这可把凯莉看得一紧 随即一把将小人偶抢回 这可是我的限量版钢铁士兵 我自己都不舍得玩了 伊罗皱了皱眉头 果然男人至死都是那个少年 就在这时伊罗又注意到桌面上的纸张 并且看到了路西亚的名字 我的夫人路西亚戴上的精灵的项链 文子凯莉一下子就泛起了泡泡潮 立马转身想把项链拿着 但伊罗已经先行一步拿在手里 当盒子缓缓打开 从里面迸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一颗眼泪状的蓝色宝石映入眼睛 还没等伊罗仔细观察凯莉 就一把罗回报的怀疑 项链倒是不错 字却是丑了一些 项链应该很适合路西亚姐姐 听到伊罗这么说凯莉很是高兴 因为这条项链她花了很多时间寻找才找到 伊罗很疑惑 难道外面的商店没有吗 那是当然 他的名字叫赛琳的眼泪 伊罗点了点头 看起来就是比普通的好 可下一瞬他却是突然愣住 那真的是赛琳的眼泪吗 海力给予了肯定 这可是让工匠鉴定过 伊罗内心也十分震惊 那件事怎么会在这 传说海皇是大海的体制者 他比任何人都疼爱你 他把自己女儿最后的眼泪收集到一起 做出了赛琳的眼泪宝石 最重要的是 这就是通往水中迷宫的钥匙 海皇的水中迷宫 是原作的主人公 一行人进行召唤的重要场所 我要比他们先把赛琳的眼泪弄到手 只见伊罗节节节的笑起来 随后叫了一声哥 凯莉也是一愣 难道是饭厅吗 当他低头看去 只见伊罗抓着小手嘟气 哥哥可以把这个好看的项链送给我 这可把凯莉看傻眼 是哪根神经搭错线了吗 女孩第一次唱歌 就将小黄毛深深的名字 为此他寻找了世上 仅有一件的海洋之星 打算送给他 只为俘获她的芳心 可却被男孩告知 她的计划一定会失败 这让凯莉一下子慌了起 自古以来女人都是喜欢昂贵的礼物 伊罗直接就否定了她 至少路西亚姐姐 不会因为礼物太贵就随便收起 你这个计划是行不通低 既然看到你那么有成 那就让我来教教你 经过伊罗一通的解释之后 凯莉把伊罗说的都记录下 最重要的是和对方形成亲近的 然后再慢慢地传达新意识 伊罗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有要避免突然的告白和过多的礼 让人感到有负担的接近 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这让凯莉顿时无语 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和她之前的相组 不过伊罗很好奇凯莉 为什么会喜欢路西亚 其中有什么缘由吗 说到这个凯莉一下子就羞红了你 第一次见到她那是五年前的事 凯莉第一次看到她在赛伦旅馆唱歌的那一刻 她黑暗的未来像白昼一样的 片刻之后伊罗都愣住 你这家伙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但凯莉觉得路西亚的歌声真的很好听 就跟天上的仙女一样 但是为什么她后来却不唱歌了 说到这个凯莉也敢叹气 这件事情说起来也挺惋惜的 有一次路西亚最喜欢的歌手来到港口演出 她缠着父母带她去看演出 然后再去演出现场的路上发生了这件事 一辆行驶失控的马车朝他们飞去 当路西亚醒来的时候 父母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 后来可能是因为那次事故的感激 路西亚再也不能唱歌了 伊罗也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 一想到父母是因为喜欢唱歌的自己而去世 所以就说不出声音来了 紧接着伊罗嘴角微微上扬 如果我把路西亚姐姐治好 说不定就得到了赛琳的眼泪 随后伊罗画风一准 路西亚姐姐发生了这种事情 你居然还想着送她这条项链 文词凯莉很是遗佛 为什么不可以 你忘了这条项链的含义了吗 如果路西亚姐收到这样的情形 反而会让她想起过去被遗忘的噩梦 凯莉顿时如遭雷击 她的确没有考虑清楚 伊罗无奈地叹了口气 真的是彻头彻尾的没救 如果我有办法让路西亚姐姐重新开口唱歌 你会不会把赛琳的眼泪送给你 小黄毛顿时傻眼 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想看路西亚重新唱歌吗 凯莉非常的急于肯定 这条项链对你来说比路西亚姐更有价值吗 怎么可能 只要路西亚重新唱歌这种项链 随便给谁都可能 文词伊罗小手一排 计划成功了 如果我做到了你可不能实验 凯莉顿时皱了皱眉头 她感觉哪里不对劲 但就是说不上来 看到了小黄毛犹豫 伊罗再加了一把火候 说的好像要把全世界都献给你一样 原来是不懂事孩子说的不懂事的话 听到伊罗这么一说凯莉自然是不能隆 伊罗没给她反应的机会 成交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画面一转伊罗就回到了你 莫娜看到伊罗独自一人也很适宜 帕布罗叔叔去哪里 得知原因的他很是生气 怎么可以让一个小孩单独回来 伊罗便连忙转移话题 他现在想知道路西亚姐姐在哪里 随后莫娜直接告诉了他在楼上 文词伊罗便往上面走去 把路西亚姐姐治好任务就算完成 片刻之后路西亚的房门被敲响 看到是伊罗路西亚很是开心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计划吧 男孩第一次使用乐器 就让少女感到无点震惊 只因其展现的天赋 让他这个被称为音乐天才的人都自破本 这真的是一个小孩子该拥有的实力呢 他殊不知眼前看来乖巧的心 实际上是不吐骨头扎子的龙腑 就在伊罗从外面回来后 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路西亚 他知道路西亚心里的创伤 所以必须想办法让她从里面走走来 路西亚在见到是伊罗后 便直接邀请她进房间了 进到房间的伊罗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因为她记得路西亚很喜欢一个乐器 在见到她的房间装修得如此整洁后 伊罗也忍不住趴见 让人看起来很是舒心 听到伊罗这么一夸路西亚变得开心许 毕竟有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别人夸的 与此同时伊罗在一旁发现了那本乐器 随后伊罗便好奇地询问路西亚 这是叫修魔的乐器 是演奏音乐实用的东西 闻此伊罗便手舞足蹈的样子 紧接着一脸可怜巴巴地看 看到伊罗真诚的眼神 虽然她很久没有碰过乐器 但她还是点头同目 在经过片刻的调整 路西亚渐渐地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随后手指轻轻地拨动着琴弦 伴奏与歌声缓缓飘进伊罗档 这让伊罗都不由地惊掉下来 因为路西亚唱歌的时候 看起来是真好的 这也难怪凯莉那家伙会被逼 柔美的嗓音加上清脆的伴奏 让人不知不觉地陷入其中 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路西亚才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伊罗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并不断摸走 虽然路西亚觉得自己弹得不太顺 但伊罗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当即就提出了想要学习乐器的相同 这让路西亚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再看到伊罗肯定的眼神 路西亚转向一旁的柜子 随后在里面翻找了什么 很快一把小乐器就被她拿了手 这是她小时候用的修名 所以现在她打算当礼物送给伊罗 紧接着路西亚摸着她的小脑来 今天已经晚了 明天开始练习吧 闻此伊罗便跑回自己的房间了 回到房间的伊罗便把计划告诉孙人 但她觉得用精神魔法修改技艺不是更好 伊罗也想过这个办法 可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总有一天伤口会再次破裂 所以还是要靠她自己走出这个难关 而精灵也没有什么办法 看来这次也不能按原定日期起程 画面一转来到三天后 经过这几天的练习 伊罗已经彻底地掌握了乐器的音阶 就连路西亚也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 可说是音乐天才也不为我 一天内学会了音阶 两天就学会了乐理知识 第三天就可以弹出 连一些大人都完成不了的曲 这真的是一个小孩子该拥有的能力 唱完一曲的伊罗还意犹未尽 接下来我该弹哪一首 路西亚只能尴尬地看着她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一张演唱会的海报在街道的公式栏上 达蒙一脸疑惑地看着手上的海 一旁的小弟便跳出来解释 文此达蒙咧嘴一笑 随后将手里的海报揉成了一颗 他希望来参加演唱会的人数越多越好 伊罕就足以冲爆人类的灵状 可在这座城市却连伊罕也买不到 结合之前的种种记性 男孩推断他可能不是人 时间回到早上 帕布罗醉熏熏地走在街上 这一喝就是三天三夜 不过他觉得自己与十年前的相比简直是若暴 才喝几天已经累得不行 就在他回到旅馆门口时 却听到了里面传出音乐的声音 这让他很是惊讶 难道是路西亚再次选择唱歌了吗 可开门后却是顿时傻眼 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伊罗 看到全身散发着浓烈紧气的帕布罗 伊罗很是嫌弃 你这家伙真的是喝到天昏地暗了 帕布罗对此很是尴尬 随即连忙转移话题 紧接着他画风一指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使用乐器 难道你以前也会使用它吗 伊罗直接就否定了他的看法 这是三天前路西亚姐姐教我 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看见伊罗几天就能弹出优美的旋律 帕布罗感到无比正经 你这家伙就算是龙主也太离谱 真的是人比人气死 与此同时 伊罗询问他灵药的问题解决没有 此刻的帕布罗很是得意 那是当然 我已经找了二十个下级灵药了 伊罗露出一脸嫌弃的眼神 仅仅是下品而已 而且还只有二十颗 闻此帕布罗很是伤心 好歹也是我花了几天时间寻找的 几乎把整座港口翻了得抵朝天 伊罗觉得事情不对劲 这么大规模的物资往来于港口 灵药却供不应求 难道这有培养或研究收回的地方 帕布罗摆了摆手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 这让伊罗觉得更可疑 竟然有人在我们之前大量购买了灵药 通常灵药是用来强化属性的 虽然人类也可以服用 但不能过多服用它 所以没有必要大规模购买灵药 如果有人长期大量的收买灵药 那就是说他在喂养什么东西 说起来帕布罗也觉得奇怪 因为有人大量购买灵药的事情 泰瑞斯对此毫不知情 伊罗皱了皱眉头 这就说明了有人刻意地隐瞒这件事情 不快他就想到了什么 如果我猜得不错 那十有八九和他脱不了干系 紧接着伊罗让帕布罗去调查 是哪些人购买的灵药 然后确定这些东西都流向何处 随后他让芬恩也协助帕布罗调查了 帕布罗挠了挠下巴 这件事情有什么原因吗 虽然伊罗不能百分百确定 但和那个叫达蒙的家伙脱不了干系 甚至他比我想的还要疯狂 正当帕布罗想回房间睡一觉时 伊罗连忙催促他行动情 帕布罗很是吻屈 我的酒还没醒呢 看来是太久没做 我不介意帮你回忆一下 闻此帕布罗连忙 真的是牛马没人权了 当他推开房门时 却是被眼前的景象愣住 伊罗对此很是好奇 帕布罗示意他祈愿仪式准备要开始 现在这个城市已贸易文明 但以前是主要从事渔业的小屋村 为了当时出港的人们的安全和满足 每年都举行满船祈愿集 所以这个活动延续至今 而且这个庆典的最大看法 就是今晚的家人之夜 这座城市的歌手都会聚集在一起比赛 第一名回有不错的角度 以前只要是路西亚报名 基本上是包揽冠冠军 这听起来很是不错 紧接着伊罗再次拜托他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帮他报名家人之夜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路西亚静静地看着眼情的乐器 此刻他的内心很是纠结 就在这时一道敲门声打断了他 他还以为伊罗是来找他要曲子 但伊罗摇了摇头 因为他本是为曲子而来 伊罗露出了可怜兮兮的表情 听说正在举行庆典 你能带我去外面看看吗 听到了有好玩的双胞胎姐弟举双手赞成 路西亚想了想 举办庆典的时候外面是最热门 但同时也是旅店迎来客人的时候 所以我们都不能随便离开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众 莫娜决定要一起去看庆典 毕竟这几个小家伙也想去凑凑热闹 旅馆索性放一天假也不会倒闭 今天就安心的玩 从明天开始努力工作就行 闻此路西亚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很快几人便换上了出门的衣服 而这一切都在伊罗的计划之中 接下来就要进行下一个阶段 精灵只是将脑袋探出 就直接惊出了一身冷汗 只因他没想到眼前会有一只类似张鱼的怪物 此刻芬恩正敲咪咪的来到江边的一座仓库外面 因为经过帕布罗的调查 灵药消失的地点都消失在仓库里面 所以他觉得里面肯定隐藏有很大秘密 但由于他的体型较大不利于探查 于是这个任务最后交给了芬恩 因为精灵体型的问题 芬恩很轻易地来到了仓库上 随后两个男人出现在他的眼睛 趁着两人不注意芬恩一个滑产 就进入了仓库内部 从两人的对话得知 他们守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 似乎正是达蒙给他们安排的任务 就在这时 门后突然传来一阵可怕的咆哮声 听起来不像是野兽 更像是什么恐怖的怪物 两个小弟知道是他又饿了 而这一次是背带库小伙送餐 尽管他不情愿 但还是咬牙把箱子食物送过去 与此同时 为了弄清楚箱子里面是什么 芬恩收买了仓库里的老鼠 随后老鼠如同闪电从男人脚下掠过 背带库小伙直接摔了个躲尸时 而他箱子里的东西也散了出来 见此的芬恩也被吓一跳 他没想到这些箱子里装的全部是灵药 看来必须要查清楚 他们在喂养什么怪物才行 于是芬恩趁着他们在打老鼠之际 悄悄躲进了灵药的箱子中 最后两人老鼠没打 男人只能连忙将灵药送过去 通过缝隙可以看清他正往江边走去 难道怪物躲在谁里面 男人小心翼翼地放下手中的灵药 随后好奇地回头看了一眼 与此同时怪物的嘶吼声再次吓 男人被吓得浑身哆嗦 便连忙朝房间跑去 毕竟好奇心害死猫 在感觉男人离开后 纷纷从灵药中蹦出脑 但一道黑色的身影却遮住了她的视野 当她探亲被瞬间吓一跳 没想到一头类似章鱼的怪物 正死死地盯着她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一罗一行人正在街上游玩 莫娜正给他们讲解着庆典的闺女 这正是冬季大陆最大的庆典 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 一罗前世也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景象 就在一罗愣神之际一串水果地到她面前 露西亚示意她尝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举办庆典的生活菜 于是一罗简单地养力了 这感觉就跟以前吃的冰糖葫芦一样 露西亚还以为她是第一次吃便示意她多吃点 与此同时 一阵修魔的音乐传来 一罗知道庆典的比赛开始 于是她二话不说 就牵着露西亚的手往一旁赶着去 此刻正有一位大叔在上面演唱 不过她的音乐却让一罗的耳朵受制 露西亚只能尴尬地笑起 看来参赛的选手也是参差不齐 我觉得露西亚姐姐比她们演奏得更好 闻此露西亚一下子就愣了事 就在这时一罗直接打断了 很快两人就来到负责人面前 她已经给自己和露西亚报名参赞了 当负责人听到露西亚的名字后被顿时吓一 周围的人也开始议论吩咐 因为当年露西亚的事情 他们多少知道一些消息 在感受到四周的目光注视 露西亚感觉自己呼吸都变得急促起 她似乎无法从当年的阴影走出来 就在这时一罗直接抓着她的事 露西亚姐姐别担心 接下来唱歌就交给我 你负责伴奏就可以 而露西亚会答应一罗的邀请吗